第436章 请你做CEO 陈浩宇道 为什么 你好像没有管理一个集团的经验 辽书兰道 我自学过企业管理 看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企业想要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管好人 只有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 让大家各司其职 各尽其用 企业想不成功都难 陈浩宇玩耳道 这话谁都会说 问题是怎么做 辽书兰道 那就要靠公司的制度安排了 冷者上 庸者下 不讲私情 只看成绩 陈浩宇道 下国是个人情社会 这么严苛的制度 恐怕很难实行下去 辽书兰笑道 下华通讯集团 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制度 现在人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 陈浩宇对这方面并不了解 道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东方集团的总裁 一定让你做这个 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让他变成了下一个下华 辽书兰一愣 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谁都知道东方集团背后的大股东 是东银财团 这么赚钱的买卖 东银财团怎么可能让给你 陈浩宇笑道 所以我说的是如果 不说这些了 我们现在一共拥有东方集团多少股份 辽书兰几乎是脱口而出 道 27% 陈浩宇想了想 道 如果我用这东方集团27%的股份 向商业银行贷款 能贷多少 辽书兰道 最少1000亿 陈浩宇暗自算了一下 山田祖有31%的股份 自己有27%的股份 加起来就是58%的股份 前些日子 东方镇已经被判死刑 罚款高达78亿 就算律师向更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也顶多延长他不到一个月的寿命 听说东方胜最近一直在筹钱 没办法 按照法律规定 如果东方胜想要拿到东方镇的遗产 就必须提前支付这78亿的罚款 要不然 东方镇手中10%的东方集团股份 就会被法院拍卖 一旦沦落到拍卖的境地 光是手续费就得给政府上交10% 而且 价格肯定会比市场价低不少 东方胜自然不会愿意 陈浩宇打算将这10%的股份吃下 到时候 就算伟上直辉不肯将31%的股份交给自己 他也能成为东方集团第一股东 不管怎么样 伟上家族想要和之前一样掌控东方集团 陈浩宇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认识东方胜吗 见过几次 东方胜手中有东方集团10%的股份 你帮我把它买下来 怎么样 辽树兰心头一震 道 你真的想入主东方集团 陈浩宇道 既然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能 辽树兰深吸一口气 道 陈先生 您不要忘了 东营各大财团加在一起 占据了46%的股权 在我们做多东方集团的时候 人家也没有闲着 从市场上回购了至少10%的股份 所以 就算我们和下国的几位股东联合 也抢不过公司的话语权 陈浩宇摆摆手 道 抢夺东方集团话语权是我的事情 你不需要管 我只想知道一个问题 你需要多少钱 才能拿下东方胜手中10%的股份 描述树兰沉引一番 道 最高350亿 陈浩宇道 那就向银行贷款好了 这业务你熟 描述树兰试探性地问道 如果真的把东方集团夺了下来 你真的愿意让我做 陈浩宇点点头 道 当然 描述树兰的俏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道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任务完成 陈浩宇道 最好是尽快完成 我估计已经有很多人找东方胜了 你跟他聊的时候 千万不要提我 股份先放在你身上 等一切搞定 再转到我的身上 描述树兰道 我明白 陈浩宇离开后 描述树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去主宰一个 市值高达四千亿的大集团 描述树兰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她不知道 为什么陈浩宇会选择自己做这个 如果不是知道 她的未婚妻是比自己 都要漂亮三分的苏与瑶 描述树兰都要以为这家伙 对自己有意思了 可即使再有意思 面对东方集团这种体谅的庞然大物 陈浩宇也不应该做出如此任性的决定 描述树兰不知道的是 陈浩宇早就看过她的面相了 气运强 财运家 好得一塌糊涂 选择她做东方集团的 说不定能让东方集团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下午三点 描述树兰在一个咖啡馆 见到了东方盛 此时的东方盛要比之前销售了不少 身上也看不到半点过去飞扬跋扈的模样 整个人就好像是拖胎换骨了一般 这段时间以来 东方盛算是深刻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事态炎凉 东方镇入狱后 几乎每天都有董事会的人来探望东方盛 每一位都愿意帮她支付那78亿罚款 而他们的要求 无一例外 都是想买下她手中10%的东方集团股份 这倒也属正常 问题的关键在于价格太低了 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 10%的股份差不多在380亿左右 他们最高的也不过出到了248亿 如果是这样 那还不如让法院拍卖呢 说不定能够拍出更高的价格 就在东方盛一筹莫展的时候 她接到了描述栏的电话 两人客气一番 东方盛直接了当地问道 苗女士 您打算出多少钱购买我手中的股份 描述栏不动声色 反问道 您决定多少钱合适 东方盛道 东方集团市值3800亿 10%的股份是380亿 我可以把价格降到350亿 描述栏喝了口咖啡 慢条斯理地说道 东方先生市值是市值 资金是资金 您不能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恕我直言 有东方镇先生的东方集团 价值4000亿都没有问题 但没有东方镇先生的东方集团 谁都无法预测他的未来 所以我敢打赌 这段时间以来 凡是向您购买股份的人 价格绝对不到300亿 最多在270亿以内 第437章 东方盛妥协 东方盛眼圈一红 道 谢谢您对我父亲能力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描述栏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 东方先生 275亿这个价格 您觉得怎么样 东方盛咒没到 太低了 描述栏笑道 东方先生 这个价格已经是相当公道了 我想整个烟海能够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的人 应该不多 东方胜忍不住眉毛一条 道 苗小姐 您的意思是全额致富 描述栏我耳道 这么多钱 若是我用三五年的时间分批给您还款 您恐怕也不会同意吧 东方盛点点头 道 当然 不过 这个价格有些不合理 我可以让一步 320亿 描述栏郎郑重地说道 东方先生 280亿 这是我的底线 如果您同意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钱打到您的账户上 如果您不同意 我们这次的谈判到此为止 东方胜沉默了下来 右手无意识地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 看到他的神态 苗栏栏嘴角上翘 眼神中划过一道胜利的光芒 到底是没有跟人进行过商业谈判 东方胜的沉默 无疑是把自己的底牌泄露给了对手 连280亿都能考虑 这充分说明 其他人给出的价格更低 过了两久 东方胜道 290亿 这是我的底线 苗栏栏叹了口气 道 东方先生 抱歉 这次谈判就到这里吧 咖啡的钱 我已经付过了 咱们有缘再见 东方胜脸色一变 道 苗小姐 只是多了十亿而已 苗栏栏玩耳道 东方先生 您手中的股份超过280亿 我们将无力可图 所以 别说多十亿了 就是多一千万都不可能 没有丝毫留恋 苗栏栏说完 就往外走 3 苗栏栏心中默默地念着数字 刚刚到二 背后的东方胜 就忍不住喊了起来 等等 苗栏栏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转身时 她的笑容已经不见了 只是用一双美轮美奂的眼睛 望向东方胜 东方胜端起咖啡 一口气全部喝了下去 道 280亿 我同意了 苗栏栏笑道 东方先生 您做出了一个最为明智的选择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下国商业银行 当然 您也可以 找一位律师跟着 以免协议出现问题 东方胜道 您可以先过去 我随后就到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您会是这些股份的主人吗 苗栏栏往耳道 这很重要吗 东方胜连忙道 我只是随便问问 毕竟 280亿 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的 苗栏栏道 暂时是我 如果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价格 我会毫不犹豫的 将它卖出去 东方胜点点头 道 明白了 苗栏栏道 我这就去准备钱 咱们等会儿见 回下国商业银行的路上 苗栏栏向陈浩宇做了汇报 听到苗栏栏仅仅用了280亿 就把东方集团的股份买了下来 陈浩宇非常高兴 让他尽快签订协议 将这笔生意做实 苗栏栏早就已经将贷款的手续走完了 用的是特事特办的特殊通道 像陈浩宇这种优质的 不能再优质的客户 别说300多亿了 就是1000多亿 下国商业银行 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他批了 两个小时后 东方胜的账户上 多出了280亿 苗栏栏则拥有了 东方集团10%的股份 成为了董事会的股东之一 用手机拍了个照片 苗栏栏把贷款协议 和股份转让协议 发给了陈浩宇 陈浩宇看完之后 立刻给他打来了电话 苗女士 您这办事能力 真是没得说 能够这么快达到目的 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 而是东方胜严重缺乏谈判经验 我的底价本来是300亿 没想到他在280亿的时候 就露出了犹豫的神色 这才让我抓住了机会 陈先生 我什么时候 再将这些股份转让给您 过段时间再说吧 最好能够快一些 我的身份特殊 不能持有价值太高的股权 我明白 不过 最近两天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处理 三天后的下午 我会再去商业银行找你 好 下午6点 苗树兰回到了 燕海政府家属院1号楼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洋楼 面积不大 但是非常的精致 如果对于政府家属院有了解 一定会知道 这1号小洋楼 只有燕海老一 才有资格居住 梁树兰打开门 换下拖鞋 走进客厅 发现一项工作 忙到晚上9点以后 才回家的老头子 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不由惊讶地说道 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爸 您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燕海老一路风念放下报纸 微笑着说道 怎么 我就不能偶尔早回来一次 作为下国的大领导之一 陆风念今年60岁 头发有些稀疏 面容刚正 犹如刀削 可能是由于常年忙于工作的原因 皮肤状态有些苍老 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彰显出了远超常人的精神状态 辽书兰是陆风念的二女儿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一直跟着母亲姓 我恨不得 你能天天这么早回家 辽书兰坐到陆风念的身边 挽着他的手臂 撒娇道 陆风念摸了摸他的头发 笑道 我倒是也想 但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再过三年 我就退休了 到时候天天在家 你不要嫌我烦就好 苍书兰眉毛一挑 道 你只要别跟妈一样 天天说我 我就不会觉得你烦 第四百三十八章 苗家的看法 我为什么说你 你自己没有一点数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子 端着一盘红烧鱼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这人正是苍书兰的母亲 苍翠萍 苍书兰撇撇嘴 道 妈 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 四十岁不结婚的女人 到处都是 我才三十岁而已 您这什么急啊 苍翠萍放下鱼 没好气的说道 你哥都有两个孩子了 你呢 连男朋友都没有 我能不着急吗 苍书兰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明年你还是找不到男朋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苍书兰问道 您打算把我争了 还是煮了 苍翠萍道 政治联姻 听说过吗 苍书兰尚未回答 陆锋念眉头一皱 道 翠萍 不要胡说 让外人听到像什么样子 苍翠萍道 我还不是被你这个宝贝女儿给气的 苍书兰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了陈浩宇的样子 经不住叹了口气 陆锋念看到苍书兰的脸色有些不对 问道 怎么了 被你妈的话给吓着了 苍书兰摇摇头 道 爸 今天有个事情 我需要先跟您报备一下 陆锋念眉毛一挑 问道 什么是这么严重 苍书兰做事情向来有分寸 他说 需要报备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苍翠萍也紧张地看向了女儿 苍书兰把今天陈浩宇 找他购买东方集团股份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陆锋念听完之后 陈英道 陈浩宇这个名字 我好像有些耳熟 苍书兰道 他和艳都苏家的苏宇瑶是一对 陆锋念眉子里射出一道金芒 道 原来是他 苍翠萍问道 老头子 这人不会有问题吧 陆锋念摆摆手 道 老苏家的女婿能有什么问题 我之所以听过他的名字 是因为他这段时间 为国家立下了不小的功务 昨天 燕海安全司和警务司 甚至替他向上面申请了特等功 一旦审批通过 这个陈浩宇就会成为和平年代 同时获得下国一等功和特等功的第一人 苍书兰惊呼道 天哪 他做什么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陆锋念道 这是国家机密 我不方便说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个陈浩宇比你想象中要厉害得多 拥有着远超一般人的能力 同时还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如果没有必要 你最好不要跟他接触的太多 以免发生危险 苍翠萍道 他既然这么危险 那苏老怎么会同意自己的宝贝孙女嫁给他 陆锋念道 把陈浩宇列为了危险分子 但在咱们国家 他则是一个有功之臣 我之所以不让书兰跟陈浩宇有过多接触 主要是担心会受到牵连 苍书兰道 既然苏宇瑶都不担心受到牵连 那我就更不需要担心了 爸 我已经决定换一个工作了 陆锋念一愣 问道 换什么工作 苍书兰道 陈浩宇邀请我去做东方集团的 陆锋念陈生道 东方集团的市值近四千亿 他为什么让你去做 苍翠平道 书兰 陈浩宇是不是知道你的身份了 苍书兰想都没想 便说道 我的身份 陈浩宇肯定知道 因为我本来就和苏宇瑶认识 他找我做 背景的因素应该是占了一部分 但更多的是看中了我的能力和潜力 因为我们苗家能给的 苏家同样可以给 而且给的会更多 看到女人不仅没有为自己 劳两口的质疑而生气 反而对陈浩宇所做的决定 进行了客观而又冷静的分析 这让陆锋念无比的赞赏 道 书兰 经过这些年在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中的锻炼 你变得比我想象中更加优秀 思考问题也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我好像找到了陈浩宇 选你作为东方集团的原因 苗书兰笑道 爸 您这还是第一次夸奖我呢 陆锋念道 做得好 就应该被夸奖 书兰 如果你不想继续在银行工作了 爸爸指使你去东方集团走一走 苗书兰怂怂间 道 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陈浩宇的手中只有37%的股权 掌控了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 因此 想要成为东方集团的大股东 陈浩宇就必须搞定那些东宁财团 说实话 我并不认为他能做到 陆锋念皱了皱眉头 道 一个市值数千亿的超大型集团背后 却是在为小鬼子打工 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我现在倒是非常希望陈浩宇 能够成功地夺走东方集团 苗书兰道 但愿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苗翠平发现 自己的这个女儿 在提起陈浩宇的名字时 眼神会在不经意间露出一丝异样 难道 一个念头 突然从苗翠平的脑海中窜了出来 但很快被他给掐灭了 不可能 陈浩宇是苏家的女婿 自己的女儿性格高傲 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有夫之夫 千里之外的东宁 接到手下电话的尾上直辉 将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 力声道 想用300亿购买31%的东方集团股份 陈浩宇这个混蛋欺人太甚 作为山田组组长 从来都是他威胁别人 还是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威胁 这让他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腰弯着 犹如一个老乌龟的居山羊平抬了抬眼皮 什么都没说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尾上直辉看看像居山羊平道 对于陈浩宇的威胁 你怎么看 居山羊平沉默了一番 道 尾上先生 我挡不住他做任何事 任何事 尾上直辉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道 包括暗杀我 居山羊平道 是 尾上直辉眸子里闪过一道灵力的金芒 道 你的意思是让我忍下这口气 把东方集团拱手让给他 居山羊平当然能够感应到尾上直辉心中的怒火 但他的表情依旧淡然 道 如果陈浩宇真的来东营刺杀您 以您目前的安保力量 根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除非您能找到至少五位武神级的高手 24小时贴身保护 才有可能挡住他 当然 也只是挡住 无法对他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第439章 尾上直辉的妥协 东营的武神相当于下国国术中的刚进高手 尾上直辉阴沉着脸 道 整个东营都找不出五个武神 更不要说让他们保护我了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我不相信陈浩宇有这个胆子和实力 敢来暗杀我 居山羊平皱起了眉头 道 尾上先生 如果不会亲身感受到陈浩宇的强大 我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他那样的人存在 在他面前 一个武神级别的强者连三拳都接不住 尾上直辉道 我看 你是被他吓破胆了 这不是东营第一人者面对强敌时应该有的态度 这话说得非常不客气 但是居山羊平并未生气 而是淡淡地说道 我无惧死亡 只是客观地评价了一下陈浩宇的强大 尾上直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听说陈浩宇以那株四百年的长白山人 参为彩头挑战下国各大帮派和门派的最强高手 这是真的吗 居山羊平点点头 道 这是杨太少爷用的阳谋 迫使陈浩宇不得不做出这个疯狂的决定 只要他能在比武中取得胜利 立刻就能登上下国第一武道高手的宝座 届时就不会有人再找他的麻烦了 尾上直辉问道 什么时候比武 居山羊平道 宴都时间明天下午三点 尾上直辉问道 你怎么看 居山羊平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将是陈浩宇的登基之战 尾上直辉想了想道 如果陈浩宇真的能够以一己之力 击败如此多的绝世高手 那就说明 他的确有暗杀我的实力 下国有句古话叫做 钱财乃身外之物 用东方集团的股份 来买我们父子两条命 还是很划算的 说到这里 尾上直辉平静地说道 那就一切等到结果出来之后 再做决定吧 居山羊平道 先生英明 尾上直辉摆摆手 道 你先出去吧 居山羊平微微躬身 退了出去 走了不到三步 屋内再次传来东西被砸的声音 居山羊平心中 长长地叹了口气 实际上 在尾上直辉摔碎手机的那一刻 居山羊平就知道 他要妥协了 以尾上直辉的性格 若是他选择与陈浩宇硬碰硬 根本不会用摔东西这种方式 来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 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 时间飞快 转眼间 陈浩宇和下国各大顶级高手们 比武的日子到了 从下午1点开始 各大顶级高手 陆续走进了 烟海清玉酒储藏中心的 一号仓库内 国外的有红帮 福清帮 大圈帮 唐门 这是海外华人成立的 四个最强大的帮派 国内则是以不同的门派出现 包括少林 武当 峨眉 行义门 太极门 八卦门 八级门等 陈浩宇搞出来的这场比武 可以说是下国国术界 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场比武 关系到每一个门派和帮派的面子问题 所以 大家派出的 都是修为最高实战能力最强的绝顶高手 不管是谁 只要在这场比武中 获得最后的胜利 立刻就能登上下国国术界第一高手 甚至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宝座 名利双收 由于这场比武不对外公开 所以陈浩宇给每一个势力 发放了二十张邀请函 也就是说 每一个参加比武的高手 只能带二十个人进来 没办法 若是不做这种人数上的限制 恐怕光是前来观看比武的人 就得有数千人之多 在曹成的引领下 苏宇瑶 陈娇 陈江和走进现场 立刻感受到了里面肃杀的气氛 围绕着一个长五十米宽 五十米高三米的正方形水泥擂台 十多个门派 各自占了一个区域 精卫分明 二百多个武学高手 每一位都目光锋利 气势强大 他们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 全都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整个现场落真可闻 空气凝重到了极点 哭咚 陈娇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太可怕了 眼前的这群人 就像是无数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危险性 可一惊点燃 绝对会爆发出石破天惊的力量 陈江和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明廷集团总裁的儿子 陈江和不是那种 没有见过世面的二世祖 连声势浩大的红帮肯清大会 他都参加过好多次 丝毫没有感到紧张 但现在他紧张了 腿仿佛就像是灌了签一样 一百七八十个华镜高手 和单镜高手齐聚一堂 他们所凝聚出来的气势 简直比海啸还要具有破坏力 尤其是对他这种 刚刚进入明镜的小菜鸟 压制得最是厉害 姐弟二人面色煞白 不自觉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仿佛这么做 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相比之下 苏与瑶的情况 要比二人强了不少 主要是因为 他脖子上的法器 似乎感受到了 现场众人所散发出来的庞大气息 令其输入苏与瑶体内的灵气 瞬间增加了两倍 帮助苏与瑶抵抗着外来的压力 三人跟着曹成 来到逍遥宗所在的区域 坐了下来 苏与瑶扫了一圈 轻声道 曹成 你老师呢 曹成回答道 老师在药酒储藏室打坐 苏与瑶点点头 道 今天有多少人挑战他 一共十一人 曹成从左到右 给苏与瑶介绍了一下 第一位便是武当山松戏派的艳赫 单进巅峰修为 擅长针舞剑法 一剑在手 足以与刚进高手相抗衡 第二位是少林周高俊 单进巅峰修为 精通十二项少林绝技 第三位是峨眉派穆冷雪 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岁 却是一位震惊国术界的武学天才 将峨眉七十二段 打练到了前五古人的地步 第四位到第六位 来自三大正宗内家拳 分别是郭世行一拳郭辉 董事八卦门董阔 和杨世太极门杨文石 第四百四十章 质问张小龙 苏与瑶练了几个月的功夫 对国术界最著名的那家拳派 有了不少了解 知道郭世行一拳的祖师是郭云深 董事八卦门的祖师是董海川 杨世太极门的祖师 是号称杨无敌的杨露禅 第七位是曾经与古村郑树交过手 形貌颇为聚灵神的男子 他的名字叫林伯 来自八极门 这七个门派代表了 当今下国国术界最强的势力 而这七位高手 足以称得上是国术界 能够派出来的最强阵容 四大海外帮派 包括唐门的胡维超 大圈帮的袁林 十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丹静巅峰 加上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足以与刚进高手交锋 听完曹成对十一位挑战者的简单介绍 苏与瑶不由为陈浩宇捏了一大把汗 这些人都太强大了 每一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尽管苏与瑶对陈浩宇充满了信心 可是面对如此厉害的对手 而且还是一个打十一个 由不得苏与瑶不担心 就在这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出现在了现场 他背负双手 身形飘逸 紧紧踏出五步 便从大门口 直接走到了逍遥宗区域 简直犹如传说中的缩地成寸一般 不少正在闭目养神的高手 琪琪睛睁开了眼睛 曹成笑道 张师兄 您也来了 来人正式返回武当修炼的张小龙 相比之前 张小龙的气场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之前的张小龙 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每时每刻都在向大家展示他的锋芒 那么现在的张小龙 完全变成了一缕清风 要挑战各大门派的绝顶高手 堪称是国术界数十年来 最震撼人心的一次壮举 我自然不可能错过 张小龙平静地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不远处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张师弟 听师父说 你加入了陈浩宇先生的逍遥宗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张小龙转头望去 只见说话的 赫然是松西派的艳赫 艳赫是松西派张一芳最得意的弟子 而张一芳则是张小龙的亲叔叔 两人又都是武当不是初的见到高手 保持着他的本色 话少 现场一片哗然 武当剑神加入了逍遥宗 什么时候的是事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陈浩宇到底有何德何能 竟然可以让张小龙心甘情愿地拜师 堂堂一代剑神 竟然做出这样的选择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难怪我看他与之前完全不同 原来是拜了新老师啊 艳赫脸色无比的阴沉 继续问道 你那从未离身的剑去哪里了 张小龙道 放下了 艳赫立声道 连剑都放下了 张小龙 你还算是一个剑客吗 张小龙的目光依旧平和 道 我的剑法进入了瓶颈 想要突破 那就必须学会放下 所谓舍得舍得 不舍如何能得 艳赫冷笑道 这是陈浩宇教你的 张小龙点点头 道 是 艳赫勃然大怒 道 误人此地 张小龙 我问你 武当神剑派执你一个弟子 你加入了逍遥宗 神剑派怎么办 张小龙道 当然是传承下去 逍遥宗 是一个没有门户之剑的武学圣地 我既可以是逍遥宗的弟子 也可以是神剑门的弟子 两者并不冲突 艳赫眸子里精芒爆射 道 我看你是被他洗脑了 张小龙没有生气 悠悠地说道 赫师兄 你没必要这么快下结论 等你拜给老师之后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高山羊指了 在他面前 我们的剑法 实在是不值一提 艳赫怒急返校 道 好 我倒要看看 这位陈浩宇先生 到底有多厉害 可以让你如此推崇 红帮所在的区域 红圣男咬牙切齿地说道 当着大家的面 艳赫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故意嘲讽张小龙吗 红千海皱了皱眉头 道 这是武当派内部的问题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女儿喜欢张小龙的事情 红千海实在是有些头疼 红圣男反驳道 天下人管天下事 怎么就没关系了 艳赫睁开眼睛 冷冷地瞥了红圣男一眼 可能因为对方是个女人 他不好说什么 只能当作没听见 又把眼睛给闭上了 霍星辰沉声道 盛男不要胡闹 在得知陈浩宇摆下擂台 打算挑战天下群雄 以确定人生的归属后 霍星辰就在灯塔国待不住了 忙完手头的事情后 他紧赶慢赶 总算是在今天早上赶了过来 霍星辰虽然与陈浩宇的关系不错 但后者总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即使是现在 霍星辰也不清楚陈浩宇的深浅 他甚至怀疑 这家伙已经达到了 打破虚空剑神不坏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比武刚好可以验证他的猜测 两点整 陈浩宇准时出现在了擂台上 望着台下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术高手 陈浩宇胸中突然涌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铺天带地般向着四处蔓延 一众国术高手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琪琪用凌厉的目光望向了陈浩宇 一个个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只见陈浩宇傲然挺立于擂台之上 沉稳如山月 飘逸如清风 原本沉稳和飘逸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词 可陈浩宇却将他们全部融合到了自己的身上 达到了阴阳合一的境地 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一双黑色深邃的毛子 混圆苍茫 仿佛蕴藏了一个宇宙 鸿蒙生灭 尽在其中 尽管陈浩宇来到台上后一句话都没说 却一下子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第441章 字笔达摩 扫尸一圈之后 陈浩宇向众人抱了抱拳 道 非常感谢诸位能够不远千里万里来到烟海参加这场比武 在这里 有一部分人认识我 但大部分可能之前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所以请让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在夏成浩宇 今年26岁 师承千年前龙虎山逍遥宗尼迈 创派祖师为当时的天下第一高手 逍遥真人 前段时间 我在朗城参加翡翠公盘 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了一支400年份的长白山人参 原本这个事情并未对外公布 没想到被东营山田祖少组长伪上杨太霍之 于是便对我用出了捧杀的计策 经过灯塔国情报组织 东营樱花组织和山田祖的大力宣传 很快诸位便都知道 我得到了这一株人参 与此同时 他们还给我戴上了一顶 天下第一功夫高手的帽子 目的无非是想让大家把我教训一顿 若是能够杀了我 那就更理想了 为了让小鬼子的阴谋无法得逞 我只好举办了这场比武 台下的少林俗家第一高手周高郡周梅道 陈门主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从安全司黄司长那里知道了 您现在说这些不会是打算终止比武吧 陈浩宇摆摆手 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要用这件事告诉大家 灯塔国和东营小鬼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希望大家与他们接触时多加小心 至于这场比武 则势在必行 因为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看看 如今的国术界到底有多少了不起的高手 俄眉派的木冷雪道 陈门主 我想再次确认一下 您是要自己手累 接受我们十一人的挑战 对吗 陈浩宇点点头 道 不错 木冷雪的声音冰冷的如同他的名字 道 陈门主 你这是准备坐实天下第一功夫高手这个称号吧 陈浩宇哈哈大笑 道 自我功夫大成以来 碰到的单进高手和刚进高手差不多有十多位 可惜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 说句自大的话 功夫修炼到我这个境界 哪怕是达摩老祖附生 张三丰在世 谁赢谁输 也要打过以后才知道 所以 这天下第一高手之名 我接过来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此话一出 整个现场一片哗然 谁都没有想到 陈浩宇的胆子竟然大到这个程度 不但自认天下无敌 还敢与达摩祖师张三丰真人比肩 口气之大 简直吓死个人 要知道 哪怕是在国术昌盛的民国时期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这种话 我的天哪 真是太狂了 从今天开始 我的偶像就是陈浩宇了 自比达摩张三丰 这个陈浩宇 不会是个疯子吧 用一句经典的网络用语形容 我强都不服 就服陈浩宇了 希望他的功夫 能有他口气的一半强 现场众人议论纷纷 没有人相信 不到三十岁的陈浩宇 能够与达摩张三丰相提并论 陈江河忍不住道 嫂子 二哥这是疯了吗 他怎么敢说这种话 苏宇瑶痴痴地望着台上 豪情万丈的陈浩宇 道 他不是疯了 而是以前太过压抑了 也许此刻的他 才是真正的他 要说全场最生气的 无疑是艳赫与周高峻 前者出身武当 后者出身少林 陈浩宇自比两个门派的创派祖师 简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周高峻豁然起身 怒道 陈浩宇 在下少林苏家弟子周高峻 想要第一个领教 你那堪比我们达摩老祖的绝世功夫 陈浩宇淡淡地说道 不着急 我还有话没说 周高峻毫不客气地说道 没有人喜欢听废话 你最好快一点 陈浩宇道 本场比武 如果是我输了 那诸四百年人参 自然是双手奉上 但如果是我赢了呢 你们打算给我什么踩头 这话一出来 十一个门派顿时面面相去 他们在接到陈浩宇的挑战之后 全都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争夺人参上 哪里想过踩头的问题 周高峻咒没道 人参何等珍贵 我们根本不可能 拿出与他对等的踩头 陈浩宇道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不是人参 而是人情 你们十一人 都是各大门派推举出来的 功夫最强的顶尖高手 如果全都败给了我 那你们每个人 都要欠我一个人情 同时承诺 在未来帮我做一件 不违背道义和良心的事情 诸位 这个踩头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吓住 周高峻毫不犹豫地说道 没什么不敢的 我同意 其他十人陆续起身 纷纷表示同意 陈浩宇的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道 好 谁先来 周高峻正要上台 一个巨大的身影 突然窜了上去 赫然是八级门的林伯 这家伙身高一米九 浑身肌肉球节 体重最起码超过了二百斤 但是动作却异常的敏捷 林伯转头 对周高峻咧开大嘴 得意地说道 老周 不好意思 这第一场是我的 周高峻怂怂肩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家伙 倒是够快的 两人是老朋友 周高峻深知林伯的火爆脾气 对他的横刀夺爱 丝毫没有生气 看到周高峻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林伯拱了拱手 道 多谢相让 陈浩宇我二道 林师傅 您没必要谢他 因为你们的结果 已经注定了是书 区别不过是谁先谁后而已 听到陈浩宇的话 林伯不怒反笑 对陈浩宇说道 陈门主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你所表现出来的 这份嚣张和狂妄 咱们习武之人 就应该有这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 只是我最厉害的本事 不是拳头 而是八级大枪 不知道您敢不敢 跟我比试兵器 陈浩宇眉毛一挑 给林伯下了一个 外粗内袭的定义 道 拳头也好 兵器也好 随你们自由选择 林伯皱眉道 你想徒手接我的八级大枪 第442章 对阵八级大枪 陈浩宇笑了笑 道 那就要看你的八级大枪 能不能逼我动用兵器了 林伯的眼神中 闪过一道凌厉的寒芒 道 好 希望你的功夫 能和你的嘴炮一样强 台下八级门的 一个弟子跑上去 将一把通体 由生铁铸成的大枪 递给了林伯 周高俊看到这里 摇了摇头 心到自己 似乎用不着出场了 林伯的这把大铁枪 重达92斤 一般的武者 只能用它来打凹气力 但是林伯这家伙 天赋一柄 神力惊世 直接将它当成了 自己的兵器 大枪的重量 天生的神力 配上单进巅峰的修为 三者叠加到林伯身上 一旦爆发 别说是单进高手了 就是刚进高手 恐怕都无法抵挡 陈浩宇竟然敢徒手 接他的枪 简直跟找死差不多 看枪 林伯接过大铁枪之后 口中发出一声 雷霆般的爆壑 脚下冲刺 携带着一股强 达到了极点的气势 猛然冲过了十米的距离 手中大枪直刺而出 发出惊人的爆鸣 直接点向了 陈浩宇的额头 好 看到林伯刺出 如此爆裂的一枪 所有人都忍不住 赞了一声 林伯的这一枪 没有任何花哨 迅猛无比 枪身锁过之处 发出惊人的痴痴声 枪头甚至带上了 一点暗红色 这是大铁枪 与空气剧烈摩擦锁 产生的现象 眼看枪间距离 陈浩宇 只有不到百米时 林伯再次发出了 一声大喝 气血第二次引爆 双臂肌肉暴涨 大铁枪的速度更快 净力更猛 此刻的林伯 已经达到了 他所能达到的极限 面对着几乎可以说 是天下无双的一枪 陈浩宇没有躲避 而是选择以硬碰硬 他向前踏出了半步 眸子里闪过一道金光 原本快如奔雷的大铁枪 在陈浩宇的眼中 瞬间变慢了十多倍 陈浩宇长笑三声 出手如电 竟然一把抓住了 大铁枪的枪头 枪头狱阻 林伯的尽力 犹如怒海狂涛一般 瞬间爆发 整个大铁枪 激烈弹抖起来 但是在陈浩宇的法力面前 林伯就像是遇到了一座山 长枪根本无法前进半分 我靠 这怎么可能 现场无数高手全都站了起来 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林伯的尽力有多猛 速度有多快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想要在瞬间抓住 他那高速运转的大铁枪枪头 必须要有惊人的眼力 强大的自信 以及远比林伯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力量 在场所有人 没有一个能够做到 甚至想都不敢想 但是陈浩宇却做到了 可以想象 这给大家心中带来了多少震撼 难道这个年轻人 真的拥有了达摩祖势力 能致向的力量吗 陈浩宇之所以选择 硬抓大铁枪的枪头 说穿了 就是为了立威 他要做天下第一 彻底解决人生的问题 那就必须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怎么让人心服口服 陈浩宇早就想好了 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最强的力量 最霸道的姿态 击败11位挑战者 展示出让所有人 都感到绝望的强悍实力 很显然 他的这次出手效果非常不错 的确给众人 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 抓住枪头之后 大铁枪头与大铁杆子的连接处 这一刀用上了八卦拳中拖拉的尽力 目标又是大铁枪最为脆弱的地方 于是在所有人的目瞪口袋中 大铁枪直接变成了两截 陈浩宇手中拿着枪头 林伯手中只剩下了一根铁杆子 靠 哪怕是以林伯身经百战的心态和意志 也不由心神震荡 不能自已 他做梦都无法想象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够 将他的大铁枪给一刀砍断 不过 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 双臂一阵 没有了枪头的大铁杆子 幻化出万千枪影 笼罩住了陈浩宇上半身的各处要害 雕虫小剑 陈浩宇目光如电 在万千枪影中 准确地找到了大铁枪的真身 第二次将他给抓了个正正 对面的林伯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情况 突然松开了手 犹如山岳般的身体 直接冲向了陈浩宇 用的赫然是八级拳中最有名的铁山靠 漂亮 不少人忍不住为林伯的 这一遍招拍手叫好 但陈浩宇却是微微一笑 右手的枪头向前一伸 扎向疯狂袭来的林伯 左手的枪杆子 当作棍子时 直接就是一招横扫千军 我靠 林伯脸色大变 用尽全力减缓速度 以避免撞到枪头 不得不说 林伯的确是年轻一代中 最了不起的绝世高手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由此可见 他对尽力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可惜 他虽然躲过了 被自己的枪头捅伤的厄运 却没能躲过陈浩宇的枪杆横扫 碰 铁杆子直接将林伯给抽飞了 林伯那二百多斤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破麻袋 在空中倒飞十多米 眼看就要摔到台下 他迅速凌空翻了两个跟头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陈浩宇微微一笑 把枪头和枪杆子扔给了他 道 你输了 林伯沉声道 多谢你手下留情 我输的心服口服 刚刚的最后一招 若非陈浩宇及时收回了六成尽力 恐怕林伯现在已经在阎王殿里了 而现在虽然他也受了一些内伤 但只需要调养两天就没事了 陈浩宇道 你天生神力 气血雄厚 修炼至刚智猛的八级拳 可以说是相得一张 你能这么快达到单进巅峰的境界 这得天独厚的天赋 占了非常大的因素 但天道是公平的 前期一马平川 就代表着你后期想要突破刚进 就会比一般舞者困难得多 若是你没有一个好的老师指点 只是一味的修炼八级拳 基本上你的修为已经到头了 第443章 剑拜武当 林伯抿了名嘴 道 你什么意思 陈浩宇道 考虑一下 来我逍遥宗吧 你只要拜我为师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让你在三年之内踏入刚进 让你有资格冲击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的武道最高境界 林伯双目大量 道 你说真的 陈浩宇笑道 当然 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逍遥宗的大门将会始终为你敞开 林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我知道了 对于这个表面粗狂 内心精密的林伯 陈浩宇心中动了爱才之念 以他的天赋和修为 若是能够修炼降龙掌这样的外门功夫 不仅可以达到刚进境界 甚至有可能走到最后一步 台下的曹城眉毛一条 兮兮笑道 老师又在施展他的忽悠大法了 刘猛轻声道 若是老师能够将这十一位顶级高手 一网打尽 全部带到咱们逍遥宗 那咱们逍遥宗绝对会成为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武学圣地 想想都令人神望 曹城目光大胜 道 别说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最起码林伯没有直接拒绝 应该是有些心动了 张小龙斩钉截铁地说道 林伯一定会加入逍遥宗 曹城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 张小龙道 林伯今年38岁 是修炼外门功夫的爵士天才 号称千年才出他这么一人 从明镜到丹镜 他只用了八年 29岁进入丹镜巅峰 到现在42岁 毫无寸进 现在有一个跨入刚进的机会 出现在面前 换了你 你会怎么做 曹城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肯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张小龙点点头 道 我也是 曹城心中恍然 对于习武之人来说 功夫卡在一个境界 不得动弹 实在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情 哪怕是有半分机会 所有人都会紧紧地抓住 400年的长白山人生 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功夫高手 争相抢夺 归根结底 围的就是那一丝突破的机会罢了 擂台上 陈浩宇朗声道 下一位 枪 一声长剑出鞘的声音 响彻现场 只见燕鹤手握长剑 右脚轻点地面 犹如一只飞鸟 来到了擂台上 刚刚起身的周高俊一愣 骂了一声 靠 燕鹤长剑挟指陈浩宇 道 我知道你用剑法击败了张小龙 所以我想跟你比剑 陈浩宇笑了笑 道 可以 刷 一道身影 犹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陈浩宇的旁边 将一把剑交给陈浩宇 然后身形一晃 又退了下去 好身法 望着身形如电的无音墙 众人心中都忍不住赞了一声 徒弟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师父 接剑 燕鹤没有说半句废话 身形一晃 迅速来到陈浩宇的面前 剑光霍霍 施展出天下无双的真武剑法 如同狂风暴雨般 袭向了陈浩宇 陈浩宇看都没看 直接来了个长剑横扫 只听当的一声 双剑碰撞在了一起 燕鹤只觉得手臂一麻 向后连退了三步 心中大叫一声 不好 果然 无尽的剑光 犹如前塘江的潮水汹涌而来 剑上发出痴痴的声响 直接把燕鹤给裹了起来 陈浩宇要以绝对的优势 获得胜利 自然不会留守 他用出了七成功力 一口气攻出了三十六剑 每一剑都带着不同属性的尽力 前一剑明明用的是刚进 后一剑却又变成了阴镜 第三剑则是刚柔并进 陈浩宇将阴阳刚柔二进 用到了极致 练成武当真武剑法的燕鹤 原本是玩刚柔攻防阴阳的顶级大师 但在这一刻 他不得不承认 陈浩宇在这个方面 要远比自己走得远 不说其他 光是在急速之下的尽力转换 就不是燕鹤能够做到的 乒乒乓乓 两人一个攻 一个手 一个进 一个退 精彩的剑法对决 让所有人都舍不得眨一下眼睛 生怕错过一个精彩的画面 燕鹤不管陈浩宇 用何种属性的尽力 只是守着武当的棉字绝和柔字绝 竭尽全力地抵挡着陈浩宇 无孔不入的攻击 每接一剑 他就向后退一步 连续退了22步 燕鹤突然赶到脚下一空 不由脸色一变 原来他已经退到了擂台的最边缘 你死了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的剑光 笔直地穿透了燕鹤的防御网 陈浩宇的剑尖 定在了距离燕鹤的喉咙 只有五公分的地方 而燕鹤的一只脚上自旋在空中 武当松西派说了 这未免也太快了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燕鹤 连一分钟都没有穿过去 这陈浩宇的剑法 实在是了不起 现场窃窃私语 陈浩宇收回长剑 退后三步 摇摇头 叹道 你的毛病跟张小龙如出一辙 燕鹤深吸一口气 驱除心中的挫败感 问道 什么意思 陈浩宇道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人是主体 剑只是手臂和精神的延长 我让老张暂时放下剑 是希望他能够放下执着 锻炼他的身 心 身 意 整天沉迷剑法 对一个舞者来说 实在是有害无益 燕鹤沉默了一番 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道 我不会加入逍遥宗 陈浩宇哈哈大笑道 我们逍遥宗的名字叫做逍遥 自然是随个人的心意 燕鹤点点头 向他拱了拱手 走下了擂台 轻松击败八级门和武当派两大绝顶高手 其他九位顶尖高手的表情都变得无比凝重 周高俊站了起来 走到擂台上 道 终于轮到我了 陈浩宇微笑着说道 少林一金金和洗髓精 千百年来塑造出了无数高手 号称有脱胎换骨的神奇功效 周先生 您的筋骨如龙 气血如虎 如果我猜得不错 您应该是修炼了这两种功法吧 而且 你最近已经踏入了刚进 周高俊眸子里闪过一道金芒 道 好眼力 我靠 周高俊真的成为了刚进强者 厉害啊 这绝对是咱们下国国术界最大的事情了 今天这场比武 周高俊很可能会一鸣惊人 能不能一鸣惊人 还得看他能不能击败陈浩宇 看陈浩宇击败其他两位的情况 我感觉他早就是刚进了 第444章 一掌击溃 多少年了 国术界一直没有传出刚进强者的消息 今天总算是出来了一个 这对国术界来说 绝对是意义非凡 张小龙皱眉道 好一个周高俊竟然不声不响地跨入了丹静 老师这一战难打了 曹成撇撇嘴 道 没什么难的 前段时间 老师在祭北石城只用了三拳两脚 就击败了一个老牌刚进强者 甚至那家伙连逃都没有逃掉 直接被老师给打死了 相比之下 一个刚刚突破的刚进强者实在算不得什么 张小龙惊讶地问道 有这事 无音强道 老师的实力根本不是刚进 无者能比的 我甚至怀疑 就算是打破虚空剑神不坏的盖世强者 也不是老师的对手 张小龙道 也许吧 擂台上 陈浩宇赞道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周先生 你能在现今这个年代踏入刚进 真的是让人非常钦佩 周高俊淡淡地说道 陈门主 你应该也踏入刚进了吧 陈浩宇笑道 我练的不是国术 无法用单进 刚进来划分境界 周高俊拉开架势 那就让我来测试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达到突破刚进 陈浩宇道 请 哈 周高俊发出一声爆喝 声音携带尽力 震耳欲聋 仿佛大地都在颤抖 那些修为上浅的人 纷纷捂住了耳朵 面露痛苦之色 陈浩宇守当其冲 耳朵也是嗡嗡作响 法力涌入之后 这才恢复正常 他知道 周高俊用的是 少林寺大名鼎鼎的狮子吼神弓 能以声波的方式 震荡敌人的鼓膜 进而影响敌人的听力 哪怕是短暂性失聪 对于两个功夫相差不大的高手来说 那也是相当致命了 周高俊右脚一蹬 身体向前狂飙 十米的距离 几乎是一掠而过 拳头紧握 携带着惊人的刚气进风 打向陈浩宇的胸口 这一拳简单古朴 大气磅礴 所过之处 空气激荡 带着一条明显的气浪 显示出了惊人至极的爆发力 大金刚拳 不少人认出了周高俊所用的拳法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大金刚拳 是少林寺的不传之秘 对舞者的要求极高 没有单进修为 根本不可能炼成 而一旦炼成 舞者就相当于有了金刚之力 号称无坚不摧 无物不破 显然 周高俊已经将这套 几乎可以称之为无敌的拳法 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全身净力凝聚到了极点 已经爆发 绝对是石破天惊 面对周高俊的大金刚拳 陈浩宇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来了个硬碰硬 这修为达到了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的境界 也依旧不可能对陈浩宇 造成太大的威胁 更别说是现在了 陈浩宇一掌拍出 掌心突起 形成一个鹅卵石般的肉球 与周高俊的拳头撞到了一起 这是千年前藏区密宗的 大手印功夫 威力极其恐怖 逍遥真人觉得挺不错 就从一个喇嘛那里 抢了一本大手印的秘籍 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他发现这套大手印功夫 若是能够用法力来催动 打击效果至少会增强一倍 陈浩宇得到了他的传承 使用起来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哄 两个制阳制刚的全劲碰撞到一起 发出了比武以来最大的爆炸声 噗 周高俊狂喷着鲜血 浑身颤抖 向后抛飞 重重地跌落在地之后 又不受控制地滚了十多圈 直接滚到了台下 张小龙眼急手快 立刻上前将周高俊给接住了 低头望去 张小龙这才发现周高俊已经昏迷 整条手臂就像是没有了骨头一般 完全搭拉了下来 老师 他的伤势不清 张小龙道 陈浩宇吐出一口浊气 身形一晃 鬼魅般出现在了张小龙面前 拿起周高俊的手 给他把脉 师兄 你干什么 少林派的弟子们 纷纷围了过来 陈浩宇眉头一皱 立声道 你们聚在这里 是怕周高俊死得不够快吗 众人一听 立刻向外散了开去 在查看了周高俊的伤势后 陈浩宇立刻拿出金针 扎在了他胸前几处要穴 凝聚了法力的右手 轻弹金针 金针发出剧烈的颤抖 周高俊不会死了吧 应该不至于 一个刚进高手 竟然不是陈浩宇的一场之敌 实在是太厉害了 也许陈浩宇 真的是天下第一高手 现场的这些国术高手们 大多都不认识陈浩宇 经过这次比武之后 恐怕陈浩宇的名字 就要被所有人记下了 随着法力的涌入 周高俊原本惨白如雪的脸庞 慢慢的变得红润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周高俊睁开眼睛 苏醒了过来 陈浩宇收起金针 道 你的五脏六腑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右臂骨骼断裂 必须立刻去医院治疗 以你的修为 一个月之内 已经可以完好如初 周高俊有气无力地说道 谢谢 我想知道 刚刚这一战 你用权力了吗 陈浩宇抿了名嘴 露出一个尴尬的神色 周高俊立刻明白了 闭上眼睛 苦笑道 东赢小鬼子 虽然存心不良 但他们做出的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 你能在没有用权力的情况下 击败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 天下第一高手 说完 周高俊闭上了眼睛 曹成让人将早就准备好的担架 交给了少林派弟子 少林派的几个弟子 将周高俊抬了出去 坐上了前往医院的车 陈浩宇重新回到擂台上 刚要说话 峨眉派女弟子木冷雪 身形一闪 来到了他的面前 我知道不是你的对手 木冷雪人如其名 清冷似雪 说话也带着一股冰雪的冷力 陈浩宇笑了笑 道 那您上来做什么 木冷雪道 请你指教一下 我们峨眉派的七十二路 追风短打 当然 如果您不同意 那就算了 陈浩宇淡淡地说道 我今天既然敢接天下第一这个名头 自然不具任何挑战 请吧 第四百四十五章 三大高手齐聚 接招 木冷雪的脚步清零如风 只是一闪 便来到了陈浩宇的面前 左右十根手指 在运进之后 变得又细又长 犹如剑尖一般 笼罩住了陈浩宇的全身各处要学 快捷如风 席卷而来 现场的一众舞者之中 只有单近修为以上的高手 才能勉强跟得上他的速度 其他人的眼睛 只能捕捉到一连串的残影 由此可见 木冷雪的手法之快 已经到了追风赶月的极高境界 好一个追风短打 陈浩宇赞了一声 将法力汇聚于双目之中 顿时木冷雪的速度降低了十倍 所有的招式 全都变得缓慢清晰 既然是指点 陈浩宇自然不会抢攻 于是施展出自己传授 给苏宇瑶的兵御长 以奇快无比的掌力 抵挡木冷雪的追风短打 周围的温度 瞬间下降了十多度 啪啪啪啪啪 木冷雪连续攻出了36剑指 每一剑都有洞穿牛腹的威能 可惜 如此快捷狠辣的剑指 打在陈浩宇的掌心 却像是击打在了一块金刚石上 不但没有丝毫作用 反而令木冷雪的手指疼痛难忍 只手不攻 却能封挡住自己的追风短打 木冷雪知道 自己远远不是陈浩宇的对手 于是 他向后退了三步 道 我输了 陈浩宇拱了拱手 道 承让 我没有让 木冷雪瞥了他一眼 转身走下了擂台 无比的潇洒 陈浩宇直接无语 这女人太不讲礼貌了 下国国内七大门派的代表人物 有四位已然战败 只剩下了三大内加全的代表 郭辉叹了口气 道 不用打了 我不是您的对手 一个连败三位顶级单进高手 和一位刚进高手的绝世舞者 即使是对自己信心十足的郭辉 也不由自叹不如 董阔心中一动 道 陈门主 我们那家全同气连之 单枪匹马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受我们三人的联手挑战 三打一 现场众人齐齐露出了期待的神色 陈浩宇道 那就来吧 听到陈浩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众人都起声叫好 郭世行一拳郭辉 董氏八卦门董阔和杨氏太极门杨文石三人相视一眼 同时展开身法 来到了擂台上 不过他们的站位挺有意思 郭辉正面对着陈浩宇 董阔站在陈浩宇的左后方 杨文石站在陈浩宇的右后方 三人与陈浩宇的距离都在八米左右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 没有任何预言 没有任何商量 三人便站在了对陈浩宇最为不利的位置 陈浩宇眸子里金光爆射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苍茫魂厚的超强气场 仰天长笑 道 来吧 碰 他的话音一落 郭辉的右脚踏前一步 发出一声巨响 地面微微一塌 整个人就像是变成了一匹野马 以一种狂野的姿态撞向陈浩宇 这是行义十二行中的马行冲撞 在郭辉的尽力催动下 冲撞力不亚于一头大象 到了陈浩宇进前 拳头陡然穿出 如一杆大枪 直朝陈浩宇的心窝插去 与此同时 董廓身形如一条滑不溜秋的黑鱼 翻转几下 便无声无息地来到了距离陈浩宇不到一米的位置 手刀无声无息地砍了出去 目标对准的是陈浩宇的脖子 而最为爆裂的并不是郭辉 而是以太极全民满国术界的杨文石 这家伙的脚下 就像是安装了一个大弹簧 右脚迈出 一下子弹到了陈浩宇的身前 借着这一弹之力 狠狠地轰出了一记斑蓝锤 董廓的掌刀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而杨文石的斑蓝锤却截然相反 空气炸裂 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 禁风呼啸 哪怕是十米开外的人 耳朵里都灌满了风声 那家拳三大高手 同时施展决意 让现场发出了连续不断的惊呼声 不少人忍不住直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霍星辰张了张嘴 道 豪猛 作为鸿门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霍星辰的眼力极其高明 三人的这次出手 令其立刻意识到了 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 面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霍星辰几乎没有任何胜率 若是三人骑上 自己恐怕连半招都接不住 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仅仅是霍星辰 其他单进以上的绝顶高手 也都暗暗地将自己与这三人相比 他们沮丧地发现 自己也不是在场三人中 任何一人的对手 尤其是海外的高手们 一个个都已经开骂了 谁这么说 内陆国书界人才凋零的 这如果都算是人才凋零 那他们算什么 面对三人来势汹汹的攻击 陈浩宇直接闭上眼睛 心神进入到了一种 晴空万里的境界 周围的所有风吹草动 全部都在他的脑海之中 呈现了出来 虽然郭辉站在了他的对面 但最先攻到自己的 并不是他 而是杨文石 太极练起来最柔 打起来却是最刚 尤其是他的锤镜 更是极度的刚嘛 第二个攻击到自己的是郭辉 他的行翼拳 几乎到了完美无暇的地步 手臂四枪杆 拳头如枪头 尽力澎湃 这两人的声势极大 不过陈浩宇非常清晰地知道 真正的杀招 是最后那位擅长偏门抢攻的 八卦拳大高手董阔 只要自己在锅 杨二人的猛攻之下出现漏洞 哪怕是气血停滞那么一瞬 董阔的手刀 就能抹掉自己的脖子 零 陈浩宇猛然间朝着郭辉 发出了一声爆喝 整个大地仿佛都剧烈震战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郭辉 郭辉只觉得耳朵失聪 眼睛受到一股进风的袭击 让他无法睁开 同时心脏猛烈跳动了三下 气血停滞 千锤百练的一拳 竟然发生了动作变形的问题 就在郭辉震惊不已的时候 一股犹如十字般的杀气 如约而至 向他急冲而去 不好 郭辉知道 以自己目前的状态 去对付陈浩宇 无疑是以卵击石 第446章 EVS3 完胜 看到陈浩宇抬起了腿 郭辉不得不紧急向后退了三步 陈浩宇大笑三声 迈出了左腿 竟然收了回来 狠狠地踹向了左后侧的杨文石 碰 杨文石的拳头 与陈浩宇的脚底撞在一起 只感觉自己 仿佛打到了一个弹簧上 自己的劲力越强 反弹就越重 整个人向后倒飞而回 陈浩宇 先是用九字真言中的 灵字让郭辉的拳头牙火 然后用柔筋 应接了杨文石的太极斑斓锤 击退二人后 他就像是后面长了一双眼睛似的 手肘一横 打向右后方的董阔 这一肘借助了三成杨文石的拳镜 肘间推动空气 竟然形成了一个锥形的空气钻头 彰显出了恐怖的爆发力 董阔的手刀 砍在陈浩宇的手肘上 整个人浑身一震 如同喝醉了酒一般 向后连退了十多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脸色一片飞红 陈浩宇的肘肌 不仅令他的手骨断裂 还受了不轻的内伤 携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冲到了陈浩宇面前 向他打出了一招 自己最拿手的形意崩拳 他的拳头穿破空气 竟然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陈浩宇刚刚与董阔硬拼一招 气势滑落到了最低点 郭辉的打算是趁此凉机 将对方给拿下 杨文石也是卷土重来 左脚一垫 全身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筋骨剧烈拉伸 整个人就像是高出了十公分 手臂从上到下 朝着陈浩宇当头砸了下来 强烈的进风吹得陈浩宇 衣衫烈烈作响 不错 陈浩宇赞了一声 施展出自己的绝世轻功身法 借着二人的进风 身体仿佛变成了一片树叶 直接飘退了十多米 郭辉和杨文石二话没说 立刻冲向了他 就到这里吧 陈浩宇狂飙向前 双掌齐出 分析二人 雄魂浩瀚的掌力 完全将二人覆盖 他们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剩下陈浩宇 这遮天蔽日的一掌 碰碰 郭 杨二人大惊之下 竭尽全力轰出了一拳 拳掌相交 发出惊人的气暴声 以三人为中心 方圆五米之内 坚硬的水泥的 如蜘蛛网般军裂 然后 郭辉和杨文石 如同两个破旧的麻袋 倒飞而回 重重地跌落在地 陈浩宇仅仅是吐出了 一口浊气 便没事了 郭 杨二人从地上爬起来 相视一眼 同时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们的伤势并不严重 显然刚刚是陈浩宇留守了 二达一 自己还拼尽了权力 而陈浩宇竟然有有余力 两者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多谢手下留情 杨文石第一次开口说话 声音温润 非常的好听 陈浩宇笑道 不用客气 你们的那家拳 都已经练到了极高的境界 想要突破 必须借助外力 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现在是网络时代 很多拳谱密法 甚至都在网上公布了出来 你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郭辉摇摇头 道 我这三年练过十多种功夫 进步更多的 只是在招式和尽力的运用上 想要突破到刚进 实在是艰难无比 杨文石也是叹了口气 陈浩宇道 那就来我们逍遥宗吧 我有三十套高级武学 和六套顶级武学 足可以开阔你们的眼界 提升你们的修为 郭辉和杨文石 同时沉默了下来 恢复了一些体力的懂阔 突然说道 我加入逍遥宗 陈浩宇眉毛一条 问道 你不需要问一下 师门的意见吗 郭辉解释道 老董的父亲 是董事八卦门门主 八卦权属于他的家传武学 陈浩宇欧了一声 道 那太好了 等比武结束 我们再细聊 董阔点点头 道 好 陈浩宇以一敌三 将那家全三大继承人 轻松击败 如同一个永远无法 被击倒的巨人 站到了他们的面前 让现场所有舞者的脸色 都变得极为凝重 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还能击败他呢 众人齐齐望向了 海外四大帮派 第一个开口的是赖空云 他在红千海的耳边 说了几句话 得到后者的点头认可后 起身朗声说道 诸位 我们红帮与陈先生 关系密切 还有生意往来 我自认也不是陈先生的对手 便不上台 自取其辱了 袁林笑道 赖师傅 你这就投降了 不觉得丢脸吗 赖空云耸耸肩 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输给自己的失职而已 只能说明 红帮后继有人 没什么可丢脸的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袁林惊讶地问道 你开什么玩笑 陈先生什么时候 成为你的失职了 又是什么时候 成为你们红帮的人了 赖空云得意地说道 陈先生的父亲 是明廷集团总裁 陈明廷先生 而陈明廷先生 与我和红帮主 是师兄弟的关系 老袁 你明白了吗 袁林看向陈浩宇 陈浩宇点点头 道 我父亲的确是陈明廷 袁林叹道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父亲是好样的 儿子也差不了 这些年 我们大圈帮与明廷集团 在很多生意上都有合作 这场比武就算了吧 赖空云广尔道 老袁 没关系的 你可以上去试试 说不定能打赢我这失职呢 袁林没好气地说道 滚蛋 少来消遣老子 大圈帮在全世界地下势力当中 是出了名的凶狠 袁林这个50岁的中年人 能够从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 功夫之高 可见一斑 但是在看到陈浩宇 轻松击败前面那些高手之后 袁林知道 自己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上台比武 也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 至于说 联合其他人 一起与陈浩宇打架 袁林根本想都没想 毕竟 他都已经50多岁了 比陈浩宇的父亲 都要大不守 实在是没有脸 与其他人联手 万一再输了 那就更晚了 陈浩宇拱了拱手 道 多谢两位前辈相让 福清帮的张九阳叹了口气 道 我不打了 陈门主 我们福清帮成任您是国术界第一 第447章 深藏不露 等等 一道寒冷刺骨的声音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说话的人 是唐门的胡维超 这是一个不到40岁的男子 面容僵硬 目光冷立 浑身散发着一股阴寒之气 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胡维超站起身来 道 我想试试 陈浩宇似乎早就料到 这个中年男子会搞这一手了 文言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微笑着说道 十一位前来挑战 我的高手之中 有九位在单进巅峰 两位在刚进境界 其中 周先生出入刚进 尽力不够圆润 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倒是您胡先生进入刚进 最少有五年之久 几乎拥有了刚进巅峰的修为 距离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 仅仅只是差了一步 胡先生 您能在这个时代达到如此境界 堪称天纵之才 哗啦 整个现场一片嘈杂 不是吧 刚进巅峰 这才叫深藏不露 听到陈浩宇一句话 揭穿了自己的底 胡维超惊讶地说道 陈门主火眼晶晶 让人佩服 我练过一种 可以深藏气血的功夫 自信可以瞒过任何人 没想到 却被你一眼看穿 说完 胡维超深深地吸了口气 本就挺直的肩背 再次向上一挺 顿时全身发出了 噼里啪啦的声响 气血如同长江大河 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 震撤人心 陈娇看到他 胡维超在发功之后 身高竟然长了五六公分 原本苍白泛黄的脸色 变得跟关公一样红润 不由惊呼道 这是超级赛亚人变身吗 吴英强毛子里满是凝重 道这个胡维超 真的是深藏不露 他应该是练成了某种 锻炼酝养气血的功夫 也就是老师 换了其他任何人 恐怕都很难看出来 张小龙道 这应该是我们武当师传的功夫 折龙功 折龙功能够让人的气血 如同杜冬的动物一般 处在休眠状态 一旦激活 立刻就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气血越活络 生机自然也就越强大 胡维超变身之后 再次发出一声长笑 穿金烈石的声音之中 带着一股重见天日的喜悦之情 又带着一股飞扬天下傲视群雄的霸气 震荡人的心神 长笑过后 胡维超右脚一点 整个人犹如一只凌空飞翔的大鸟 划过了十米的距离 然后一踩地面 一米八五的个子拔地而起 直接窜上了擂台 地面剧烈震动 周围出现军烈的坑洼 从变身到长笑 再到身法 胡维超充分展示出来 一个顶级功夫高手的强大 自信和傲气 即使是面对天下第一高手的陈浩宇 胡维超 依然没有半点畏惧之心 陈浩宇笑道 胡先生 您的长笑声中 蕴含了少林施吼宫和武当的吊蝉镜 身法之中 带着行义十二行中的阴行 和一种迥异于下国国术的特殊身法 呵呵 修炼了五十余种国内外的功夫 砸是砸了一些 只要能够融会贯通就好 陈浩宇点点头 道 来吧 胡维超目光一宁 全身筋肉一下子撑了起来 脚下一闪 十米的距离瞬间而过 直接来到了陈浩宇的面前 远臂轻书 一把抓向了陈浩宇的脖子 他的手臂在前进的过程中 筋肉如同蟒蛇一般不住的骨胀 到了陈浩宇进前时 五指几乎粗了两倍 别说是陈浩宇的脖子了 动作之灵力 气势之刚猛 比起前面的那些高手 不知道强出了多少 光是他背后拉出的一道白色的气浪 就足以彰显出他那强悍无匹的爆发力 我靠 好强 这刚进的爆发力比丹浩最少强了两倍 好一个唐门胡维超 真是不明 则已一鸣惊人 在看到胡维超所展露出的功夫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直接站了起来 哪怕是一直稳如泰山的红千海 也不例外 苏宇瑶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五指发麻 一双眸子充满了担心之色 好 这才是我想要的比武 陈浩宇哈哈一笑 面对胡维超的阴爪 直接用出了降龙掌 他想评估一下刚进巅峰高手的实力 所以没有用压箱底的无几掌 更没有用精神力来影响胡维超的发挥 随着一声低沉的龙音声响起 陈浩宇双掌齐出 左掌风挡胡维超的阴爪 右掌斜斜地击向他的小腹 台上两人的周围狂风四座 尽力狂勇 高亢的龙音声和尖锐的音音声交相呼应 画镜以下的舞者 纷纷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面露痛苦之色 但他们的眼睛却始终盯着擂台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大家非常清楚 像今天的这场比武 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 若是错过了 必将遗憾终生 台下最激动的要数无音强 一双凌厉的眼睛死死的望着陈浩宇的双掌 他对降龙掌造诣已然颇深 哪怕是面对单进巅峰高手 他都有勇气与之一战 但在看到陈浩宇的降龙掌之后 整个人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左掌刚猛 右掌低沉 两种截然不同的劲力竟然被陈浩宇同时使出 这让无音强简直是大开眼界 碰碰 陈浩宇的左掌挡住了胡维超的音爪 同时他的右掌被对方的拳头拦截 龙音声和音鸣声同时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两声剧烈的爆炸声 强大的劲力犹如怒海狂潮般向着四周涌动 台下的众人只感觉一股热浪冲向了自己 近处几位功夫没练到家的舞者 直接被掀翻在地 这还只是最外围 擂台上处于风暴中心的两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448章 激战胡维超 胡维超身形转动 犹如一个大风车一般向后旋转了十多圈 每一圈都卸掉一丝劲力 陈浩宇则向后连退了三步 脚印由身到浅 显示他已经将对方的尽力完全转化 不过他并未抓住这个良机去抢占上风 而是等待胡维超稳住身形之后 这才一步踏出 仿佛从一个空间踏入了另一个空间 瞬间出现在了胡维超面前 双掌气出 左扬右阴再次轰了出去 低沉的龙音声随着左掌尽力的叠加 逐渐变得高亢 到最后震耳欲聋 仿佛真的有一条龙在天空中盘旋飞舞 但胡维超知道 最可怕的是对方那无声无息的右掌 看似松松垮垮 一遇到阻力 立刻就会叠加无数层净力 无休无止 刚刚他就是吃了这个大亏 古书有云 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吞云吐物 小则隐若藏行 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陈浩宇的降龙掌 将这句话给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面对雄魂霸道和深沉内脸的两掌 胡维超的神色极为凝重 他的额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豆芽般黄色的亮光 就像是二郎神的眼睛 陈浩宇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气血仿佛全都被激活 净力狂涨 与此同时 他的两三和小腹迅速鼓起 就像是一个癞蛤蟆 赫然是失传已久的昆仑派蛤蟆公 梦中逍遥真人与昆仑派掌教是不错的朋友 见识过这门功夫的厉害 只是胡维超更进了一步 不仅修炼了蛤蟆公 还兼修了一门天庭发进的方式 让蛤蟆公的尽力变得更强 在陈浩宇的逼迫下 胡维超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 双拳齐出 与陈浩宇的响龙掌纠缠在一起 喷喷喷 两人连续对拼了十八次 每一次对拼都会像炸弹一般热浪喷涌 水泥地面大范围军炼 空气中响起一阵阵龙银河挖鸣 阵的人耳膜生疼 气血翻涌 站在最靠近擂台的舞者实在是有些撑不住了 不得不退到了最后面 只剩了一些单进强者 在目光灼灼地看着上面二人的对拼 红前海道 这个胡维超所用的刚进破坏力 要比单进强了一倍多 空云 你好好看看 兴许这场比武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进而找到突破刚进的办法 赖空云叹了口气 道 难 胡维超就是一个功夫的百科拳书 在与陈先生的对抗中 用出了十多种拳法 只是发进方式 用的应该是昆仑派的蛤蟆功 和阿三国的一种佛教功夫 他能将两套体系完全不同的内功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实在是一个超级天才 红前海淡淡地说道 他有陈先生天才吗 赖空云一致 苦笑道 陈先生压根就不是人 他就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谁都无法检测到 这个黑洞内部到底有多深 我看 最多再有三招 胡维超就输了 红前海点点头 道 胡维超已经到极限了 而陈先生显然没有用权力 赖空云道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练的 看到他 我感觉自己这辈子 仿佛活到了猪身上 红前海瞥了他一眼 心道你这个红帮第一高手若是猪 那我们算什么 擂台上 胡维超越打越惊 此时 他的额头已经是汗猪滚滚 头顶上的热气 犹如烧开了的湖水 笔直的向上帽 体内气血也已经运转到了 他所能达到的极限 全境之强 开杯烈石 不在话下 可是 面对陈浩宇这个强大到了极点的绝世高手 胡维超不仅没能取得胜利 反而被他的降龙掌震的双臂颤抖 气血翻涌 看他那一态闲适的样子 明显还有着极大的保留 这让一向自信甚至自傲的胡维超大受打击 不行 自己不能就这么认输 在陈浩宇的压迫之下 胡维超的精神力量似乎有了一丝突破 双目更加的明亮 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全境再次增强了三分 可惜在连续轰出了十二拳后 胡维超不但没能击败对手 自己反而被震得气血发散 牙龈晃动 唉 胡维超叹了口气 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是陈浩宇的对手 于是向后退出了战圈 他有种感觉 陈浩宇一直在等着自己认输 肯定不会对自己主动攻击 果然 陈浩宇并未成胜追击 只是站在原地 双手背负 微笑地看着他 胡维超的衣服已经湿透 嘴里大口地喘着气 道 为什么你明明可以在第二招就击败我 陈浩宇道 我想试试你的极限 进而推测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的实力 胡维超问道 你的目的达到了 陈浩宇点点头 道 达到了 我觉得刚进强者对气血和净力的凝聚 已经达到了极限 不坏进的高手也许会强上不守 但在净力的本质上不可能发生变化 胡维超擦了一下汗 道 那他比我这样的刚进巅峰 武者强在哪里 陈浩宇想了想 道 我认为最有可能表现在体力的增强和身体的修复上 不坏进的强者就像是一个涌动机 你们最多可以全力打出十拳 气血就会滑落下来 而他们却能打出数十拳乃至上百拳 与此同时 他们的精神力量会强上不少 能够像显微镜一样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观测检查修复 即使是毛细血管破裂 他们都能清晰的感觉到 并立刻进行修复 这些你应该从书中看到过吧 胡维超道 我没有任何关于打破虚空 见神不坏的修行资料 因为千百年来 能够达到这最高境界的武者凤毛麟角 陈浩宇耸耸耸肩道 那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 胡维超道 你能击败我 说明你的修为已经达到 甚至超过了国术的最高境界 只是修行体系的不同 让你无法对这个境界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但是你若愿意出手帮忙 我们一定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第449章 武学新纪元 听到胡维超的话 所有舞者的目光都齐刷刷的看向了陈浩宇 他们知道 这两个修为境界最高的舞者 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很有可能开创国术修行的一个新纪元 陈浩宇没有回答胡维超的话 而是反问道 你愿意将自己突破刚进的修行体验送给我吗 胡维超毫不犹豫的说道 只要您肯帮助我进入博树的最高境界 我可以将一生的舞蹈修行体验写下来送给您 陈浩宇沉默了片刻 问道 我怎么帮你 胡维超道 逍遥宗有没有精神类功法 陈浩宇眼睛一亮 道 你的意思是想要突破到不坏镜 那就必须在精神上获得突破 对吗 胡维超点点头 道 我查遍了各种点集 发现不管修炼什么样的功夫 实际上都是让身体和精神取得突破 你刚刚说不坏镜 在镜力的本质上不可能超过刚镜 那就只能选择精神力修炼这条路了 陈浩宇笑道 胡先生 精神力的修炼必然涉及到了道法 所谓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我们龙虎山是道家祖庭之一 相关的道法典籍和精神力修炼的功法 我都可以为您提供 但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提醒您 精神力的修炼要比国术修炼困难百倍 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 而最关键的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 因为精神是内在的 无形无智 不像练功夫的 只要有个好老师 就可以对你的错误 进行及时纠正 胡维超道 招文道 惜死可以 陈宗主 我愿意加入逍遥宗 拜您为师 陈浩宇摆摆手 道 不用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教您的 您可以来逍遥宗做我们的长老 逍遥宗内所有的武学典籍和道法典籍 都会对您开放 希望耐够帮你达到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的最高境界 胡维超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 向着陈浩宇深深的鞠了一躬 道 多谢门主 看到一个刚进巅峰的爵士强者加入进来 逍遥宗的众人都非常的高兴 有了陈浩宇和胡维超 这两大最强舞者 逍遥宗终于有了可以称之为武学圣地的资格 胡维超走下擂台后 陈浩宇朗声道 主位 我现在有两件事情需要向大家宣布 第一件事情是道歉 其实我手里的人身早就用了 所以就算十一位挑战者能够击败我 我也没有人身可以给他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我靠 这也太过分了 这才正常 换了是我 早就熬汤喝了 怎么可能傻不拉几的留到现在 让大家抢夺 反正大家都没有赢 所以陈先生手中有没有人身 已经不重要了 陈浩宇解释道 我之所以要通过比武来决定人身的归属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自小鬼子将我拥有人身的事情公之于众之后 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重视之地 毕竟四百年份的长白山人身对于武者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肯定会有武术高手前来争夺 而我就算磨破了嘴皮子 也不会有人相信人身被我给用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伤无数 我是修道之人 从心底里不愿意造这个杀念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 我这才决定把人身的归属问题完全摊在桌面上 让大家光明正大的进行抢夺 如此一来 一场血雨腥风自然也就免除了 张九阳皱眉道 陈门主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您输了 结果会怎么样 陈浩宇笑道 首先我对自己有着十足的信心 不坏进抢者不出 没有人会是我的对手 其次我准备了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二十亿美金 如果出现了意外 我会用这二十亿美金代替那只长白山人参 张九阳往耳道 您考虑的真是够周全的 陈浩宇道 我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张九阳问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陈浩宇道 第二件事情是我刚刚做出的决定 本次参加比武的十一位高手 如果没有什么要事的话 可以在烟海多待一些时间 我可以将逍遥宗三十套高级武学和六套顶级武学完全敞开 供你们参考 希望可以帮助你们突破到刚进 哄 陈浩宇的这句话 就像是一个炸雷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边 谁都没有想到陈浩宇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三十套高级武学六套顶级武学 这对一个舞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浩瀚的宝库 除了已经踏入刚进的胡威超与周高峻之外 说不定其他九位处于单进巅峰的高手都会借此突破到刚进 即使是沉稳如杨文石也忍不住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陈门主 我们是不是必须答应加入逍遥宗才能学到这些功夫 陈浩宇白白手 道 若是你们愿意成为逍遥宗的长老 我自然是热烈欢迎 若是不愿意 那也无所谓 只要你们发誓不将这三十六套武学传给任何一个人就行了 郭辉激动地问道 陈门主 您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陈浩宇哈哈大笑 道 我当着国术界七大门派和海外四大帮派的面说这个话 怎么可能是在开玩笑 不过 我希望你们在学习的同时 能够留下自己的武道修行经验 以供国术界的后辈们参考 郭辉想都没想 便说道 没问题 陈门主 您心胸宽广 毫无门户之见 真的是令我郭辉佩服万分 其他人也都纷纷点头 脸上满是钦佩的神情 陈浩宇道 我只是希望逍遥宗武学能够传承下去而已 霍星辰起声问道 陈先生 我们能不能学习这些功夫 对啊 我们也想学 其他人都在那里嚷嚷 陈浩宇道 除了他们十一人外 其他人必须加入逍遥宗才可以 霍星辰道 我愿意加入逍遥宗 红邦的其他几人也都起声道 我们也愿意加入 第四百五十章 《忠诚武学圣地》 陈浩宇一愣看向了台下的红千海 红千海什么都没说 只是向他微微一笑 老狐狸 陈浩宇立刻明白了这个老家伙的打算 因为陈明廷的关系 逍遥宗和红邦是天然的盟友 和最好的合作伙伴 最关键的是 陈浩宇没有任何野心 只是想将逍遥宗打造成一个武学圣地而已 是一个单纯的武学流派 永远不可能与红邦产生什么利益冲突 红邦的人完全可以将逍遥宗当做一个培训基地 为他们培养出无数的顶尖高手 陈浩宇朗声道 想要加入逍遥宗 最低需要画镜巅峰修为 画镜之下 没有入门资格 还有就是 其他帮派或者门派的人 不能享受逍遥宗的薪酬待遇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可以多留一会儿 好了 今天的比武到此为止 大家可以离开了 除了十位参加比武的顶尖高手 和四大海外帮派的核心人物之外 其他人全都离开了 四大海外帮派的高手们 基本上都没有门派 加入逍遥宗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事 帮派并不会过问 但是国内的门派高手们就不一样了 他们必须征得门派和掌门的同意 才能以私人身份进入逍遥宗 因此 哪怕是陈浩宇的逍遥宗武学 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他们也不敢擅自做主 陈浩宇道 诸位 我们需要登记一下 愿意加入逍遥宗的人数 大圈帮的园林问道 陈门主 作为逍遥宗的人 我们有什么义务 陈浩宇道 不叛宗门 不为天道 这是逍遥宗的规矩 至于义务 那就是好好练功 将逍遥宗的功夫发扬光大 张九阳面露惊讶 道 就这么简单 陈浩宇乐乐道 我们逍遥宗不是黑道帮派 也不是公司集团 顶多算是个比较松散的功夫门派 只要大家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把逍遥宗的功夫传到外面去 那就没什么不对 有一个事儿必须要做好 张九阳问道 什么事? 陈浩宇道 我们成立了一个逍遥慈善基金会 每个月我会往里面打入一亿美金以上的善款 用来做善事 逍遥宗的任务就是为这个慈善基金会 提供保护和帮助 众人一听 齐声道 这是应该的 沐冷雪突然开口说道 我没有工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入逍遥慈善基金会 陈浩宇指了指苏语谣道 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位苏语谣女士是咱们逍遥宗的宗主夫人 也是慈善基金会的会长 如果你们或是你们一些靠谱的亲戚愿意加入 可以直接找她 苏语谣丝毫没有怯场 先是向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对沐冷雪道 沐小姐愿意来基金会工作 那是我们的荣幸 等会儿 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 沐冷雪望着犹如天仙化人的苏语谣 冰冷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道 好 十分钟后 所有愿意加入逍遥宗的人全部登记在此 十一位参加比武的高手中 包括了唐门的胡维超 大圈帮的袁林 福青帮的张九阳 红帮的赖空云 行义门的郭辉 其他四人中 沐冷雪加入了逍遥慈善基金会 与苏语谣谈甚欢 跟加入逍遥宗没什么区别 武当艳赫 与太极门杨文石受到门派的限制 不能加入 少林周高峻此时正在医院里治疗 估计也不会加入 但肯定不会放过 这次学习逍遥宗拳法的机会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二十一位功夫高手 加入了逍遥宗 有十二位单进高手 和九位化进巅峰高手 前者是逍遥宗的长老 后者是逍遥宗的真传弟子 最搞笑的是 红帮帮主洪千海 他竟然也加入了 看到逍遥宗 一下子多出了二十八个顶级高手 陈浩宇非常的高兴 问道 曹成 如果我们把这里改造成逍遥宗的宗门所在地 会不会影响到清玉酒的销售 曹成立刻说道 不会 陈浩宇道 那就找你们集团旗下的施工队 将这里好好装修一下 练功的场所一定要够多够大 需要多少钱 最后我给你 曹成道 老师 这点钱由我来就行了 陈浩宇摆摆手 道 一马归一马 逍遥宗不能老让你这个弟子吃亏 那成什么了 曹成看到陈浩宇的态度坚决 也不再纠缠这事儿 道 老师 您是打算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功夫圣地吗 陈浩宇眉毛一挑 道 没错 这里的面积够大 环境优雅 远离室内的陈霄 非常适合我们练武 曹成道 好 我明天就派人来设计 陈浩宇拍拍他的肩膀 道 辛苦了 曹成笑道 应该的 陈浩宇一直担心灯塔国和东英国的情报组织 会来找他的麻烦 自己倒是无所谓 普天之下能够杀他的人 还没有降生呢 关键是自己身边的人 现在逍遥宗拥有了下国七大门派 和海外四大帮派 这批最顶尖高手的支持 就算是灯塔国和东英国的政府动手之前 估计都要好好掂量一番了 毕竟 得罪一个陈浩宇 就相当于得罪整个下国国术界 这么多的担进高手 一旦联合起来想要刺杀某个人 恐怕谁都逃不掉 当天晚上 陈浩宇在辉煌酒店 宴请了整个逍遥宗长老和弟子 一大群功夫高手 凑到一起喝酒能喝多少 外界一直不太清楚 现在清楚了 整整130平茅台 也就是陈浩宇这个超级亿万富豪 换了其他人 估计连这酒钱都付不起 同一时间 一直在关注本次比武的尾上直辉得知这个结果后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居山杨平依然勾搂着身子 静静地站在那里 表面上看 这个老家伙好像非常的平静 实际上内心之中已经是翻江倒海了 在这场比武中 陈浩宇不仅展现出了天下无敌的实力 还将整个下国国术界最强大的一批高手 笼络到了一起 如此强大的力量 别说山田祖了 就是整个东营的所有高手加一起 都无法跟他们对抗 第451章 尾上直辉妥协 尾上阳太原本是借助下国各大门派和帮派的力量 来弄死陈浩宇 没曾想 整个事件完全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尾上直辉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问道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居山杨平犹豫了半哨 道 尾上先生 陈浩宇和逍遥宗的强大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尾上直辉闭上眼睛 道 三百亿下元不要了 直接将东方集团送给他 但是他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那就是 有生之年不能对我们尾上家族动手 居山杨平对于尾上直辉的决定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道 好 尾上直辉问道 杨太什么情况 居山杨平道 少爷被关押在看守所内 我们已经买通了里面两个警务司人员 今天晚上十二点里应外合 将少爷救出来 尾上直辉问道 有多大的把握 居山杨平沉默了片刻 道 最多百分之五十 尾上直辉脸色一变 道 为什么 居山杨平解释道 一是烟海聚集的高手太多了 谁都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帮助烟海安全司 二是我们怀疑烟海安全司 再故意引我们去救人 尾上直辉 眉头皱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你是在埋怨我 用最快速度 就出尾上杨太是他的意思 居山杨平这么说 无疑是间接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居山杨平道 尾上先生 我认为等杨太少爷进入监狱之后 才是最为稳妥的时候 因为届时 我们将不需要再面对下国安全司 尾上直辉盯着居山杨平好一会儿 这才说道 按你的意思做吧 居山杨平一愣 似乎没想到 一向心高气傲的尾上直辉 会同意自己的意见 尾上直辉 当然能够猜到 居山杨平的想法 道 我不是十股不化的人 就杨太的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无法成功 将来就麻烦大了 居山杨平道 尾上先生英明 尾上直辉叹了口气 道 去忙吧 居山杨平离开后 尾上直辉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陈先生 您好 我是尾上直辉 刚刚回到家中的陈浩宇 眉毛一条 先向苏宇瑶打了个电话很重要的手势 然后才说道 尾上先生 令郎应该是 已经将我的要求转述给您了吧 尾上直辉道 是 陈浩宇问道 您同意了 尾上直辉道 我有选择不同意的余地吗 陈浩宇瓦尔道 当然有 不过是 冒了些许风险而已 尾上直辉沉默了片刻 道 我差点忘了 恭喜您熔登下国国术界第一高手的宝座 陈浩宇立刻明白 为什么尾上直辉要打这个电话了 原来他是听说了下午比午的结果 担心自己会去暗杀他 这要多亏了您的儿子 尾上杨太先生 给我设的这个局 逼迫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后反而成就了我和肖姚宗 获得了各大门派的顶尖高手的认可与加入 尾上先生 如果您是我 您会怎么感谢尾上杨太先生 尾上直辉道 对于杨太的问题 我深感抱歉 做错就要挨打受罚 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东方集团31%股份的转让协议 我会让人在明天上午10点之前准备好 届时您可以直接去东方集团总部签字 陈浩宇谋光一闪 道 价格呢 尾上直辉道 只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陈浩宇道 什么条件 说来听听 尾上直辉道 我的条件很简单 从今以后 您不能做任何对我们尾上家族不利的事情 陈浩宇哈哈大笑道 可以 但前提是 你们山田祖不能来惹我 尾上直辉道 这是当然 陈浩宇赞道 尾上先生 您的决断让我感到了震惊 尾上直辉道 您的实力和势力实在是让我不得不忌惮 为了确保我们父子的绝对安全 我别无选择 陈浩宇道 那我要恭喜你 你们父子的命保住了 与尾上直辉通完话 陈浩宇沉思一番直接拨通了福田正一的号码 陈先生 您找我 再不暴露你的前提下 干掉山田祖组长尾上直辉 需要多长时间 至少一个月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您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放下手机 陈浩宇望向站在卧室门前的苏羽瑶 道 你都听见了 苏羽瑶点点头 道 听见了 陈浩宇问道 是不是觉得 我有些阴险 苏羽瑶道 有点 陈浩宇苦笑道 东宁山田祖是个毫无底线的黑道组织 尾上直辉碍于我的功夫 不得不将东方集团的股份送给我 再加上我和尾上阳太的矛盾 导致我们双方的关系 已经是势同水火 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那就必须干掉尾上直辉 让尾上家族彻底没落 而且 只要尾上直辉一死 山田祖内部 必定会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 届时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山田祖都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 苏羽瑶走到陈浩宇的面前 微笑着说道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 我刚刚只是说你有点阴险而已 又没说你这么都是错的 陈浩宇将苏羽瑶抱到自己的大腿上 在他耳边轻声道 这些烂事我真的有些受够了 等结婚后 咱们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去住上一段时间 远离城市 修身养性 你觉得怎么样 苏羽瑶伸出双臂 勾住他的脖子 道 最好每年都如此 陈浩宇起身把他抱了起来 道 好 苏羽瑶道 你今晚喝了那么多酒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陈浩宇呵呵笑道 我早就把酒全部吐出来了 第452章 街掌东方集团 苏羽瑶脸色飞红 眼神迷离 道 去洗个澡吧 你身上的酒气有些重 陈浩宇道 要洗咱们一起洗 一个小时后 陈浩宇抱着全身贪软的苏羽瑶 回到了卧室 第二天上午9点 陈浩宇来到了下国商业银行 此时 苗书兰正在为一个40多岁的油腻中年男子 办理业务 看到陈浩宇进来向他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神色 陈浩宇摆摆手 什么都没说 直接坐到了沙发上 那个中年男子皱了皱眉头 不满地说道 苗女士 我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 出现一个外人 是不是不太合适 苗书兰将银行卡交给眼前这个 令他无比讨厌的中年油腻男士宽 耐着性子说道 石先生 你的业务已经办完了 石宽没有借银行卡 而是挑了挑眉毛 从兜里拿出另外一张银行卡 道 我的事情还没完呢 你帮我把卡里的八千万转到这张卡里 这家伙将重音放在了八千万这个数字上 还故意看了陈浩宇一眼 显然是想打击一下他 对于石宽这种炫富的小儿科把戏 陈浩宇感觉无比的幼稚 道 才八千万而已 我还以为多牛逼呢 石宽顿时被气乐了 道 八千万而已 年轻人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若是你能够拿出八千万 我立刻转身走人 陈浩宇哈哈笑道 行 苗女士 把我让你准备的钱 给这位石先生看看吧 好的 梁淑兰立刻答应了下来 在键盘上霹雳啪啦一阵敲 道 石先生 这是陈浩宇先生的账户 您确定要看吗 我当然要看 石宽望向电脑屏幕 顿时眼睛都直了 整个人愣在那里 这是多少钱 三十亿 不 是三百亿 我的天 一个年轻人的账户上 怎么可能有三百亿 梁淑兰轻声道 石先生 这位陈先生虽然年轻 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千亿富豪 光是流动资金就有一千多个亿 是下国四大国有银行最尊贵的客户 我劝您最好不要得罪他 听到描述栏的话 石宽立刻回过神来 向他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然后转身对陈浩宇点头哈腰 道 陈先生 不好意思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陈浩宇道 我和苗女士有一笔大生意需要谈 石宽忙不迭地说道 明白 我的业务已经办完了 这就离开 从描述栏手中接过银行卡 石宽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陈浩宇笑道 如果你整天面对的是这样的客户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不要在银行工作了 描述栏翻了个白眼 道 你若是能将东方集团搞定 我立刻辞职 陈浩宇道 那太好了 我来找你 就是为了让你陪我去一趟东方集团 描述栏一愣 道 什么意思 陈浩宇的毛子里闪过一道金芒 道 接收31%的东方集团股份 什么 描述栏豪然起身 满脸震惊地问道 你真的做到了 陈浩宇道 是真是假 到了就知道了 辽书兰道 就咱们两个 陈浩宇摆摆手 道 怎么可能 我找了十多位律师 跟咱们一起过去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将来要管理的公司 究竟是什么样子 辽书兰心中激荡 道 好 半小时后 两人来到了东方集团总部大门口 十二位西装革履的精英律师 从三辆面包车里出来 向陈浩宇打了个招呼 他们都是曹氏集团的专用律师 陈浩宇让曹成把他们请来 主要是给自己撑一下场子 同时检查股份转让协议有没有问题 一行十四人 熊啾啾气昂昂的走了进去 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引领下 陈浩宇等人来到了东方集团会议室 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东营男子 一个个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陈浩宇当然不让的坐在了主位上 道 你们应该是伟上直辉的人吧 一个青年男子冷冷的说道 我是伟上明 伟上直辉先生 是我的亲叔叔 陈浩宇点点头 道 也就是说这次东方集团股权转让的问题 是你负责的 对吗 伟上明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 陈浩宇笑了笑 道 你叔叔都没有告诉你原因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把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 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扯淡 伟上明气的脸色铁青 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直接闭上眼睛 来了个眼不见为敬 陈浩宇身边的一位律师 将文件拿了过来 与其他律师已经看了起来 十分钟后 为首的律师道 陈先生 东方集团31%的股权 作价1000亿卖给您 里面的条款没有任何问题 唯独缺少 他们已经收到钱的证明 陈浩宇的脸色一变 目光直直地望向伟上明 道 我不相信伟上指挥会忘记 将收款证明交给你 伟上明站起身来 道 我想知道原因 陈浩宇淡淡地说道 把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 伟上明从怀里掏出收款证明 交给了陈浩宇 陈浩宇从律师那里 确定收款证明没问题后 对伟上明说道 伟上指挥之所以 要把东方集团的股权卖给我 是因为他做错了事 而做错了事 自然要付出代价 你明白了吗 伟上明冷笑道 你知道我叔叔是什么人吗 陈浩宇道 亚洲第一黑帮山田组的组长 伟上明 我和你叔叔之间的问题 不是你能够过问的 我劝你好奇心不要这么重 对了 你在东方集团任什么职位 伟上明道 集团副总 陈浩宇嗚了一声道 从此刻开始 你可以带上你的人滚蛋了 伟上明怒道 想要赶我走 必须得到董事会的同意 你就算是最大的股东 也没有这个权利 陈浩宇站起身来 道 那就今天下午召开董事会好了 伟上明哼了一声 陈生道 你会后悔的 说完 他与另外两个一言不发的东宁人 离开了会议室 第453章 试探杨通海 陈浩宇不屑地说道 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子 真是可笑至极 辽淑兰道 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东方集团 近70%的股份 是无可争议的总裁 我想确认一下 你真的愿意让我担任 帮你管理东方集团 陈浩宇笑道 当然 辽淑兰道 我今天下午去银行辞职 陈浩宇点点头 道 入职手续 咱们现在就办 我下午可能没时间过来 辽淑兰秀眉微醋 道 你不准备参加董事会 陈浩宇道 我没兴趣 跟那几个小鬼子股东见面 以后 你可以作为 我在董事会的全权代表 行使总裁的职责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将所有的小鬼子 全部清除东方集团 尤其是中高层 必须清除干净 至于接替的人选 你自己看着办 描淑兰笑道 那我这权力 可真是够大的 陈先生 您就一点都不担心 我会架空你吗 陈浩宇自信地说道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希望你能以最快速度 进入东方集团的工作状态 辽淑兰问道 我的薪酬怎么计算 陈浩宇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道 基本工资一千万 再给你百分之二的利润分红 如果做得好 利润分红会相应的增加 辽淑兰眉毛一挑 道 这岂不是说 我只需要工作一年 就能成为亿万富豪 陈浩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平台已经给你了 你打算怎么搞 辽淑兰笑了笑 道 其实我这些天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对东方集团内部人员进行研究 也许是东方正担心自己会被东营财团架空 所以担任重要部门负责人的大部分都是下国人 现在的杨冬海 是我在华尔街的前同事 跟我关系一直不错 在东方正被抓后 东方集团能够这么快摆脱困境 主要是靠他 陈浩宇道 所以呢 辽淑兰道 所以我决定提高他的薪酬 请他做副总经理 帮助我尽快熟悉公司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陈浩宇道 进来 吃了 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 戴着金边眼镜 相貌儒雅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陈浩宇的眼前 辽淑兰站起身来 笑道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陈先生 这位就是 我刚刚跟您提起的 现任东方集团杨通海先生 杨通海惊讶地问道 淑兰你怎么会在这里 辽淑兰道 我是跟老板过来的 海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陈浩宇先生 已经是东方集团的最大股东 占据了67%的股份 杨通海瞳孔咒缩 道 我听说东方集团大股东换人了 只是没想到 陈先生会这么年轻 陈浩宇玩玩地问道 杨总 对于我的到来 你是什么态度 杨通海毫不犹豫地说道 热烈欢迎 东方集团表面上看 是东方郑先生的公司 实际上 背后一直受到东宁财团的把持 这些年 东方郑先生 一直想要摆脱东宁财团 可惜始终没有达到目的 陈浩宇嗤之以鼻 道 东方郑的把柄 在东宁财团手中 他能翻身才怪 杨通海苦笑道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东方先生与山田祖的关系 陈浩宇皱眉道 东方郑与东宁小鬼子 合伙做了很多坏事 你竟然还称呼他为先生 杨总 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善恶不分吗 杨通海郑荣道 我称呼他为东方先生 是因为他对我个人有知欲之恩 但并不代表我同意他的做法 相反 我对他向同胞贩卖白粉 和向海外走私古玩的行为 极为不齿 而且是深恶痛绝 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国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一直都没有去看他 陈浩宇打量着这位散发着满脸严肃 一身正气的东方集团 迅速判断出 这家伙并非那种表里不一 建立妄议之辈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道 我现在已经是东方集团的最大股东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杨通海问道 您是打算辞退我吗 陈浩宇耸耸耸肩 道 你毕竟是东方镇的人 换了你在我的位置 你会怎么做 杨通海苦笑道 明白 苗书兰想要说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给咽了下去 刚刚陈浩宇用余光横了他一眼 毛子里带着明显的警告 陈浩宇道 杨总 你和苗小姐是同事 在投资方面 应该不陌生吧 杨通海尚未回答 苗书兰抢着回答道 陈先生 杨总在华尔街有金融之子的称呼 若非受到一些财团的排挤和诬陷 现在 他恐怕已经是身价数十亿的最顶级投资大师了 杨通海白白手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投资理念 恐怕都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陈浩宇晚尔道 跟不上时代潮流 都能将东方集团打造成一个高达四千多亿市值的超级集团 若是跟得上时代潮流 那市值岂不是能超过四万亿 从杨通海的面向上看 这个人的能力和人品没有任何问题 陈浩宇明年想要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需要一个靠谱的帮他管理 杨通海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苗书兰道 陈先生既然您这么看好杨总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呢 陈浩宇道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杨总越是优秀 我就越不能让他继续待在公司 苗书兰秀眉微醋 道 原来是我的因素 杨通海一愣 道 书兰 是你来接替我做集团的 苗书兰点点头 道 是 杨通海无奈地说道 难怪陈先生不同意 我继续留在公司 行 既然我的继任者是你 那我就好好的跟你说一下公司的情况 第454章 陈浩宇是富二代 陈浩宇笑道 你的意思是 如果继任者不是苗小姐 你就不打算进行正常交接了 对吗 杨通海毫不犹豫地说道 没错 我不是圣人 以得抱怨的事情 我做不到 书兰是我的朋友 自然是另当别论 陈浩宇道 如果我亲你带苗小姐一段时间 你能同意吗 杨通海眉毛一条 道 那就要看您能不能给我满意的酬劳了 陈浩宇盯着杨通海看了好一会儿 突然哈哈大笑 道 温和儒雅中不失锋芒之气 杨总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的性格 我想知道 你在东方集团一年的薪酬是多少 杨通海道 底薪五百万加上各种奖金 差不多一年在八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陈浩宇点点头 道 明年年初 我准备搞一个投资公司 主要目的是想帮助年轻人创业和投资一些不错的项目 你帮苗小姐在东方集团站稳脚跟 我请你来做这个投资公司的 底薪一千万加上各种奖金 你觉得这个酬劳怎么样 杨通海目光一闪 问道 这个投资公司的总金额是多少 陈浩宇道 初步定在二百亿下元左右 如果你的工作让我感到满意 我还会继续追加 对于我的经济实力 你不需要有任何疑虑 百八十亿在我眼中算不得什么 描述栏高兴的说道 太好了 一般人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但杨通海却表现得非常冷静 问道 我作为有多大的权限 陈浩宇不由露出赞赏的神色 道 一亿以下的项目由你全权做主 一亿以上的项目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投资公司的初衷是帮助那些年轻人创业 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有那么一点公益的性质 所以你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杨通海悠悠的说道 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最担心的是碰到一个急功近利的老板 陈浩宇耸耸耸肩道 巧了 我刚好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 只要你投资的项目有潜力 哪怕五年之内一分钱都赚不回来 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看法 杨通海陈生道 如果是这样 我愿意加入您的投资公司 陈浩宇站起身来 道 你做出了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我相信未来你会为这次选择而感到骄傲 杨总 合作愉快 杨通海握住陈浩宇的手 道 合作愉快 旁边的苗书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陈浩宇道 杨总 接下来由苗书兰担任东方集团的 你来暂时担任他的助理 薪酬是每月一百万 现在是十二月初 明年三月之前 你要帮着苗总将一切不安定因素处理干净 尤其是公司内部的小鬼子必须全部开除 三月下旬 我们筹建投资公司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逍遥 杨通海问道 那三月上旬和中旬 我做什么 陈浩宇白眼一番 道 我给你二十天的带薪休假 好好陪老婆孩子出去玩玩 杨通海直接笑了 道 谢谢陈先生想的这么周到 陈浩宇道 行了 您让办公室出去一份由苗书兰全权代表我的协议 同时召集股东开一个大会 你们要告诉他们 从今天开始 东方集团姓陈了 如果他们东营财团想要卖掉股份 我可以接下来 若是不想卖 那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 记住 对待小鬼子千万不要客气 必须要比他们更加的强势 辽书兰道 您真的不参加股东大会了 陈浩宇笑道 不参加了 我还是那句话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辽小姐 东方集团将是你展现自己才华和能力的平台 你的所有决定 我都支持 两年之后 我会对你进行一个评估 如果通过 我会奖励你东方集团的股份 杨总 你也一样 杨通海和苗书兰齐声道 谢谢陈先生 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之后 陈浩宇离开了东方集团总部 望着缓缓离开的车子 杨通海道 书兰 陈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我在沿海 怎么从未听说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富二代 苗书兰道 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富二代 前段时间 东方集团股价暴跌的事情 就是由他谋划我执行 杨通海恍然大悟 道 原来是你们呀 幸好我们的反应够快 要不然 麻烦就大了 苗书兰笑道 你们的反应 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了 所以 在你们进行反击之前 我们由做空转为了做多 一来一回 赚了二十多亿美金 市场上流通的股份 大部分都在我们手里 这也是陈先生 能够拿下东方集团的原因 杨通海好奇地问道 那他是怎么搞定小鬼子的呢 要知道 东方集团31%的股份 实际上是在亚洲第一黑帮组织 山田祖手中 描述难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杨师兄 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陈先生的父亲 是明廷集团的总裁陈明廷 母亲是山海制药公司的总裁海雅 我靠 一向以冷静沉稳著称的杨通海 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爆出了一句国粹 作为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之一 杨通海对于明廷集团 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陈明廷的很多收购案例 甚至都上了各大金融大学的教材 山海制药公司 虽然声名不鲜 但并不代表这个公司没有实力 相反 他走的是下华通讯集团的路子 不上市 众研发 每年获取的流动资金 大多用在了新药开发上 最近甚至传出 山海制药公司 正在进行癌症药物的临床试验 一旦成功 山海制药公司 绝对能够登顶世界医学领域 若是上市 最起码能够超过5000亿美金 难怪陈浩宇连百八十亿都不放在眼里 有这两个巨无霸集团的总裁做父母 换了自己 估计对金钱的态度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 杨通海的心中倍感振奋 自己有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后台 又有了一个高达200亿的投资平台 若是还不能做出成绩 那自己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第455章 股东的不满 当天下午 苗书兰当着十多位股东的面 正式接任东方集团之职 尽管东营的几个财团代表 表示了强烈反对 无奈苗书兰掌控着高达68%的股份 直接把他们的意见给否决了 他们原本寄希望于杨通海 没曾想这家伙在董事会上 竟然一言不发 在苗书兰公布他将上任自己的助理时 杨通海甚至还非常高兴地表示 会全力配合 让所有股东的眼镜碎了一地 董事会结束后 东营基恩财团的美女 代表舞蹈美繁子 来到了杨通海的办公室 杨先生 你为什么甘愿做苗书兰的助理 要知道是他顶替了你的位置 望着舞蹈美繁子 散发着愤怒的眼睛 杨通海微笑着说道 舞蹈女士 那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别忘了 苗总手中占据着远超百分之六十八的股份 而我一点股份都没有 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苗总没有把我开除 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更别说还让我做他的经理助理了 舞蹈美繁子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惊呼道 你们下国人不是最注重面子的吗 梁通海道 抱歉 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所以对于实际利益更加看重 舞蹈美繁子 眸子里闪过一道金光 道 你们是不是私下里达成了什么协议 梁通海竖起大拇指 道 舞蹈女士真的是聪明绝顶 没错 我们的确达成了一个协议 哼 告诉您 也无妨 苗总答应 只要我同意做他的助理 薪酬将会比原来更高 舞蹈美繁子冷笑道 下国有一个成语叫做过河拆桥 描述栏只是在利用你 他一旦坐稳的位子 立刻就会将你扫地出门 梁通海点点头 道 我知道 所以我会在这段时间里去找其他工作 舞蹈女士 我觉得您在这里与其担心我 还不如担心一下自己 舞蹈美繁子道 什么意思 梁通海道 我早就认识描述栏了 早年间和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 对他的能力并不看好 未来半年 东方集团的股价极有可能会暴跌 利润恐怕也会大降 作为基恩财团的代表 您最好向总部汇报一下 趁着股价在一个顶点 尽快把股份卖掉 舞蹈美繁子脸色一变 这是财团高层的事情 我说了不算 杨总 您是一个人才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基恩财团工作 我可以保证您的薪酬将不会比现在低 梁通海道 抱歉 我不会离开沿海 更不会去东营工作 舞蹈美繁子叹了口气 道 那真是太可惜了 梁通海笑道 人各有志 舞蹈美繁子离开后 又有几个东营财团的代表 相继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与舞蹈美繁子一样 他们也都是在为杨通海鸣不平 目的无非是想要让他给苗淑兰使绊子而已 杨通海有了更好的去处 自然不会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等到他们走光了 杨通海立刻向苗淑兰打去了电话 苗淑兰正在下国商业银行办理辞职手续 接到杨通海的来电之后 笑道 杨哥把我成为东方集团的消息散布出去吧 想要从他们这些小鬼子手中收回股份 不让市值降一些 恐怕是不可能的 杨通海问道 这是陈先生的意思 苗淑兰道 我的意思 我跟他一样 不想跟这些小鬼子共事 杨通海道 说实话 我也不喜欢他们 不过如此一来 你恐怕就要受一些委屈了 苗淑兰道 现在受委屈 总比以后开董事会跟他们吵架要好得多 杨通海哈哈大笑 道 这倒也是 就在杨通海与苗淑兰联手作局 想要搞定东赢在东方集团的势力时 陈浩宇已经来到了清育酒存储中心 练武场上 二十多位顶尖高手各自站在一个区域 每人拿了一个平板电脑 正在一边观看视频上陈浩宇的讲解 一边比划的不停 他们的武学修为都在单进以上 最差的都是画境巅峰 只需要看几遍陈浩宇的练功视频 和对气血运行的讲解 他们就能轻松学会 老师 陈先生 看到陈浩宇 众人纷纷向他打招呼 陈浩宇笑道 你们继续练功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郭辉道 我有问题 陈浩宇一愣 笑道 问吧 郭辉指着要酒储藏室 道 陈先生 那个屋子里的聚灵阵是怎么回事 这应该不属于国术的范畴吧 其他人也都纷纷望向了陈浩宇 陈浩宇点点头 道 我已经说过了 逍遥宗的创派祖师是逍遥真人 出身龙虎山 属于道家门派 功夫只是旁支而已 我们真正修炼的是道法 道法又被称为术法 聚灵阵不过是术法阵中的一种而已 郭辉追问道 我们能修炼道法吗 陈浩宇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能 郭辉道 为什么 陈浩宇解释道 国术的根基是禁力 而道法的根基是法力 你练不出法力 自然也就无法修炼道法 就像是你练不出禁力 就无法修炼国术一样 霍卿陈道 那你是怎么修炼出法力的 陈浩宇当然不能说是逍遥真人的馈赠 怂怂间道 我也不知道 什么 不会吧 众人齐齐发出一阵惊呼 有不少人 甚至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向陈浩宇 陈浩宇苦笑道 今年上半年 我被我老婆的车给撞晕了过去 在医院里躺了足足一百天 醒来之后 我就莫名其妙地拥有了法力 出院后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点击 发现道家的确有百日注击的说法 第456章 道家的秘密 也许是我在昏迷期间 无意中进入了传说中的先天之境 也就是《道德经》中的玄品之门 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契合了道家争议 这才修炼出了法力 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 陈浩宇只能编造一个谎言 虽说是谎言 但他说的事情 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陈浩宇的转变 就是从离开康安医院开始的 只要有心调查 谁都可以查到 显然 在比武之前 大家早就调查过了 对他的说法 没有任何意义 霍星陈道 陈先生 古老相传 修道是为了成仙 世界上真的有白日飞升的仙人吗 陈浩宇瓦尔道 有个屁 之前还说 月亮上住着嫦娥呢 结果宇航员抵达之后 别说嫦娥了 活着的生物都没见一个 咱们逍遥祖师 就是信了仙人的传说 这才努力修炼 最终成就了元神 按照道家典籍的记载 成就元神之后 修道之人会遭遇雷劫 渡不过雷劫 生死到消 渡过雷劫 羽化飞升 杨文石好奇地问道 那逍遥真人渡劫了吗 陈浩宇道 祖师等了二十多年 都没有等来雷劫 一直到了一百二十二岁 祖师实在是不想再等了 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 放出了自己的元神 元神本是法力和精神力高度凝结 所产生的一种能量 遭到雷击之后 差点直接溃散 祖师见识不妙 立刻收回元神 发现自己的精气神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 所谓的成仙成佛 不过是道家和佛家 为了争夺道统湖边出来的而已 道法和佛法有成之人 可以百病不生 延年益寿 但绝对不会飞升到仙界或是佛界 逍遥宗传承千年 每一代宗主 都会将这个道家和佛家最大的秘密口口相受 却从来没有外传过 因为我们毕竟是出身道家 不能绝了道家的根本 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大家早就不信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才敢说出来 杨文石问道 既然没有仙 那也就没有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了 对吗 陈浩宇点点头 道 当然 生活中最常听到的是鬼 所谓的鬼不过是阴煞之气 影响到了你的神经系统 让你产生幻觉 而幻觉中的那些鬼的形象 不过是来自于电影说事 你自己的想象而已 杨文石就像是一个好奇宝宝 继续问道 在昨天比武的时候 您用术法了吗 陈浩宇道 没有 杨文石道 为什么不用 如果您用术法 我们恐怕连一招都接不住 陈浩宇笑了 道 术法是靠法力推动 法力与禁力 只是两种不同的能量形式 对你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尤其是对刚进强者 基本没有任何用处 这么说吧 刚进强者体内的气血 带有强烈的火属性 就像是巨大的熔炉 不管是什么属性的东西 掉进这个熔炉里 都会被焚烧的干干净净 杨文石问道 单进强者呢 陈浩宇道 单进强者的气血也是一个熔炉 只是温度要小了一大半 前段时间 红千海帮主受到了东营阴阳师的暗算 对方用的是一种阴寒属性的蛊虫 可以吸附在人体血液之中不断的释放寒气 如果当时红帮主的修为在刚进期 这些蛊虫进入他的体内后 立刻就会被烧死 可惜他只有单进修为 只能与其对抗 无法将其消灭 所以不得不借助外力 杨文石道 陈先生 药酒储藏室内灵气充足 如果我们在里面修炼法力 有没有可能成功 陈浩宇叹了口气 道 法力与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光是气感这一条 就将无数人挡在了门外 龙虎山是道家祖庭之一 全盛时期能够修炼出法力的道士 不过十二三人而已 其他人走的都是护道之路 也就是修炼国术 以保护拥有法力的术法师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我可以将龙虎山的入门之法太上感应天传给你们 你们可以进入药酒储藏室修炼三天 三天之内能够在上丹田感应到气感 说明这人与道有缘 若是三天之内感应不到气感 哪怕是在修炼三个月三年三十年 你也不会成功 你们谁愿意试一下 杨文石立刻说道 我愿意一试 其他人也都纷纷表示愿意一试 习武之人 功夫越高 自信心就越强 陈浩宇越是说修道艰难 他们反而越是想要挑战 好我现在传你们太上感应天 希望你们当中有人真的能够成功 半个小时后 陈浩宇将龙虎山的入门心法太上感应天传给了众人 整篇心法讲的就是放空思想 一手丹田调集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 来感应上丹田中的先天之气 感应到了 你就算跨过了修道最难的门槛 感应不到 那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 陈浩宇来到清玉酒存储中心 本来是为了看看大家的功夫练得怎么样 没想到大家既然对修道产生了兴趣 心中也是无语 他非常清楚 一个成年人想要感应到上丹田中的先天之气 比起抓奖中彩票要艰难得多 数千万人中 能有一个还被你遇上的概率更低 以前天地灵气上在 普通人感应到气感的概率要比现在强了百倍不止 即便如此 真正练出法力的人也是万里挑一 现在污染严重 天地灵气消灭 基本上已经封死了这条修道之路 在众人纷纷进入药酒储藏室修炼太上感应片的时候 陈浩宇把胡为超叫到了一旁 道 你不会也想试试吧 胡为超道 一个能够修道的机会摆在自己的面前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会选择放弃 陈浩宇叹了口气 道 是我的问题 早知如此 我就不把这修道的事情说出来了 但是 你与他们不同 你已经是刚进顶峰了 差一步就能打破虚空 剑神不坏 我还是希望 你能坚定地走这条路